晚上好 今年 谢谢至高无尚A 谢谢 晚上好 谢谢兽充的野兽 谢谢人类之友 谢谢 晚上好 谢谢穿二萝卜亿万人 谢谢 晚上好 谢谢扒了皮的肉包子 谢谢 晚上好 谢谢充上充童 谢谢尤克欣 谢谢 晚上好 谢谢2015兄 晚上好 谢谢拓富文 谢谢圣语雷腿 谢谢DreamDreamo 噪音 烧水的声音吧 哪来的噪音呢 有电流麦吗 要是有电流麦的话 稍等 去看看麦 谢谢ZBH 刘小琪 谢谢 轩辕夜月 谢谢 怎么可能是我安排的呢 这种事情 这种事情我怎么能安排的了呢 谢谢威仙 谢谢青檀花开 谢谢 晚上好 这种人态度不是很好吗 啊 谢谢小手丸亲户 谢谢 你们发现最近 运动人还算是 没有上运那么暴躁 谢谢通宏大连那些事 谢谢 晚上好 嗯 心肠上了呗 没有啊 等着双十一的时候一块上啊 嗯 阿三突然是大体了 嗯 最近双十一还有二十二天 是啊 哎 其实呢 双十一啊 我觉得呀 越搞越复杂 以前的双十一嘛 就是这一天的时候 各个店家都让让利 是吧 这个 然后呢 买东西比平时便宜一些 也就是了 买的越多折扣越大 现在双十一 啊 简直是 数学不好不行啊 啊 这么加入购位车能怎么便宜 然后呢 凑这个 收藏一下怎么便宜 提前这个买怎么便宜 然后 到当天的时候 几点下班 几点下单 又怎么便宜 总之是折扣折扣折上折 折折折折 折一会折晕了 我也不知道能便宜多少 你要问到店家 这件东西我最少多少钱能拿 哎 人家说你参加我的活动吗 嗯 玩得好啊 一场FAK 不是晕了 现在就是 电商平台的花样实在是太多了 已经没法看了 谢谢风报位 也就是说 把平时自己需要的东西 先加入购物车 到了双十一当天的时候 哎 如果便宜 那就买了吧 然后 至于说其他的这个什么 零点下单这个 免费够 免费够 我觉得这种好事跟我无关 谢谢五十一天天销 什么 多少多少位这个顾客 可以这个免单之类的 我觉得都跟我无缘 啊 咱们店里面的这个双十一呢 茶店的活动呢 其实 哎 这就拿说吧 是吧 送茶具啊 然后送做折啊 然后这个 嗯 就是做旧的这个送礼套 看看双十一的时候 能不能多放几套吧 现在是 哎呀 嗯 做起来太慢 谢谢 谢谢 1523076745 不是只能说 现在这爱玩是吧 买个东西 一边买一边玩着 玩完了也玩开心了 也买完了就好了 但是呢 像对于我这样的 我实在是玩不动了呀 谢谢 S 小S 就是到双十一天 其实买的东西也很少 仔细想想的话 谢谢方向求恍惚 可能最多也就是 买上一些书嘛 然后 谢谢 可爱小阿姨 啊 谢谢 佛向求恍惚 谢谢Tim King 谢谢商榨屋 然后最多也就是 买点这个 啊 啊 纸吧 谢谢无聊子弹 嗯 啊 真情要透露得人心 距离十月三号又近了 咱们这距离十月三号呢 十月三号有什么事情吗 谢谢无声猎人 谢谢ZZ天 谢谢 马上好 谢谢ZZH13794515088 谢谢 艾利亚之箭 谢谢 马上好 大选啊 不是现在美国已经有两千多万的这个美国公民已经这个投票了提前投票了吗 据说跟这个先投票的人啊 多数都投了这个拜登 看来啊 美国人已经忍不了这个老特了 先投为敬 然后呢 因为拜登的票数也要领先 所以老特最近也比较方 啊 谢谢余丸粗面 谢谢未来未去 因此在国际的这个政治或者外交舞台上 老特可能会搞出一些幺蛾子 那么据我猜测 国内的话 最近的外交就是最近这两周的外交吧 大概也会奉行这个就是稳健的路线 那么拜登才疯吧 疯不疯都成这样了怎么办 而且老特的现在已经开始是自杀式的选举了 今天的这个新闻爆炸言论不是也是挺夸张的吗 老特说 你们一定要选我呀 千万不能选拜登 人家上面就问呢 为什么呢 因为选了拜登 拜登一定会听这个科学家们说的 合着您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 从来不听科学家说什么是吗 然后老特又补了一刀啊 福奇他就是美国的祸根 都是他的错 福奇也是躺着重枪啊 这啥时候 控这个疾病也有错了 合着有疾病传播是吧 才应该是CDC干的事情 天天就带老特的节奏 老特是自己带自己的节奏 你说搞笑不搞笑 哼哼 谢谢点三框 谢谢 哎呀 只能说 离得大了 什么鸟都有 这世界的这个历史变化太快 总能让我们看到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 只是不知道那些特朗普的支持者 在听特朗普说出如此多的这个言论之后 是不是会一如既往的支持下去 嗯 谢谢为了健康不堪日播 谢谢火柴人 至于说拜登放不放 老特这种自杀式的选举 自杀式的宣言 啊 莫名其妙 好了 说这烂谈的话怎么办呀 谁知道呢 是可能也只有美国的精英才明白 现在美国的真实情况是怎么一回事 包括财政啊 包括新冠的实际传播情况呀 包括军事啊等等其他的 外面的人 咱们也只能说 哎 观众亏报吧 能看多少算多少 谢谢 卯摩之敬 谢谢万剑黄 说你就知道老特败选后 会不会真的跑路 往哪里跑啊 他有地方跑嘛 难道通俄门是真的 跑过了四圈 那就划天下之大计了 谢谢 逍遥欣赏玉龙飞 谢谢 大家先坐 嗯 嗯 嗯 谢谢 他们不会的啊 哪那么夸张啊 历史上啊 还没有出现过这样的这个 心理啊 我觉得所谓的通俄门也不过就是 炮制出来的这个烟雾蛋 真要是通俄了美国不早就炸了 嗯 顶多啊 对于老特来说 为过去曾经犯下的错误 也就是新冠疫情的应对方面 啊 最多也在被律师齐告一下 是吧 然后呢 告完之后呢 哎呀 啊 法庭上争执一番 然后此事不了了之 还能怎么样啊 对吧 这事件是 哎 不是大家想象当中那样能非黑即白的 谢谢 嘴目嘴目 毕竟当过总统 还是 嗯 有一些特权的 说赔死他 怎么赔呀 对吧 你就怎么把老特卖了 也不能弥补这个相关的损失啊 最可 最 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是什么 自从 中文疫苗啊 取得这个彻底的成功之后 世界上其他国家啊 尤其是以 欧美为代表的发达国家 再也不提疫苗而自尔 可笑的是 既不调疫苗的研发 既不提疫苗的研发 也不提疫苗的这个接种 就好像这件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 所以就意味着呀 在今天这个社会啊 意识形态的对立 早就已经凌达于这个 解决疾病的这个 问题之上了 谢谢Match1035 比如说 像英国牛津的疫苗啊 也是 接近无疾而终 那么至于说 美国强生共同的疫苗 也基本叫停 按理说你说 疫苗出了这个问题 你应该再度研发 对吧 哪有问题 把问题找出来嘛 然后让它变得没问题 但是这就出现一种很奇怪的事情 叫停之后 就没有下文了 谢谢浅下不闹心 问题来了 真是要这么任由新冠去这个 传播下去了嘛 谢谢ZXZFG007 谢谢啊 真就一万刀一个疗成了 不一定啊 这事的话我觉得 嗯 等下一任美国总统选出之后 然后呢 美国总统开始就职了 再开始全世界范围内去讨论这个问题 是其他公司继续研发啊 然后呢 每个国家 或者说 嗯 一个核心圈为 每一个就是主要的国家 都研制一款 既照顾这个本国国民 又兼顾盟友 还是说 嗯 力推这个就是中国的疫苗 然后呢 让中国的疫苗去授权 国外的这个医疗公司 同意生产啊 还是 就从中国购买啊 说我这是分区第一了 居然有超级粉丝团的福利了 我不可能是超级粉丝团的 谢谢大量的莉莉姐 我也不可能是分区第一 你想想 作为一个啊 哎呀 每个每个月收礼物 我就说个屁点的主播 还超级粉丝团呢 就算是科技教育这个板块啊 超级这个就是粉丝团 嗯 好好搞 你别忘了 还有那么 就是科技教育这块是有装机去的 去哪去这个 就是跟人家争超级粉丝团呢 谢谢龙骨魂双 谢谢马氏跑灯沙 谢谢追猫赖 嗯 还有这个讲车的 轮 你要说 轮也轮不到我的 T0不是T1 没用 对吧 你要说直播这块 看主播到底有没有超级粉丝团 简单来说 就不就是钱说话 谁还会真说 谁的内容 这个怎么怎么样 谁的这个就是 听的人怎么怎么样 那都是闲的 而且呢 讲历史这块 有一个很大的麻烦 就是说 你讲的内容 你能保证你所有的事有多爱听吗 不能保证是吧 那如果说 你以前讲的内容 啊 现在说有爱听 某位说有爱听 你现在讲的内容呢 有一些人不爱听 对吧 那他也会跳来说 你这讲的什么玩意儿 竟讲我不爱听的 走了 这些游戏人生1980S 谢谢 他跟去讲装机不一样啊 讲配置 讲性能啊 讲电汽车啊 讲品牌 讲型号啊 不一样啊 历史的话 这玩意儿有喜欢听的 有不喜欢听的 对吧 就比如说前一阵子 大话这个南北朝啊 这个 嗯 第一上半部讲完了 然后呢 下半部在休息期间 那讲了一些其他的 那么在下半部休息的时候 就有水友来去问 是吧 这个 什么时候开下一步 下半部 那么 那是 那是代表了一部分式的意见 但实际上呢 你在我开这个大 大话南北朝下半部的时候 嗯 那 实际上听的人啊 还没有就是说 在讲X的故事的时候 听的人多 然后呢 从直播的角度而言 或者说从这个受视率的这个就是 角度来看 确确实实大话南北朝应该尽早结束 但是 你要说就这么把它啊 这个 听的人少或者是这个就是 呃 怎么样 你就把它草草结束了 那还是会让人觉得啊 你天我是不是太功利了啊 别人听的人多你就在那儿去讲 听的人少就不照顾啊 又是流失水友 这就是历史难办的地方 讲吧一些人不爱听的人就走了 不讲吧爱听的人也走了 这种就 有时候也会让我觉得无所适从啊 怎么办 嗯 那 有人说 去跟其他法国争 怎么争啊 而且历史这种东西啊 他只是少数人去真正关心的 对吧 真正 都是很关心的是什么 他就耳熟能想的东西 而且能嗨起来的东西 今天还在小区里面讨论这样一件事 什么事呢 嗯 谢谢鬼家军进京统领 谢谢波宁 那么 在讲这样一件事情的时候 讲什么呢 讲三国是吧 说啊 讲三国很火 讲三国很火呢 说去分析这个就是 嗯 刘备啊 刘备 只要刘备活着 诸葛亮在 刘备就一定能够就吞并这个魏国 然后呢 当事人是这个就是 一顿这个狂分析 然后得到了一大堆的这个粉丝 因为大家都希望是吧 看过三国演义的人 尤其任何属哈为正统的人 都希望是吧 刘备或是诸葛亮能再学汉朝 对 东汉 然后西汉东汉 再来个季汉 对吧 那么延续下去 那么这样就很有受众 刚才这个友人听说 主要我不知道我自己的定位在哪里 好听的也不讲没办法 那我怎么办 学光哥是吧 大明朝好 大清朝烂 哎 然后呢您真是大师 哈哈哈哈 那问题来了 后面的事情该怎么办 对吧 今天的日子是过好了 这个后面的日子怎么办 我说了我没有办法会告诉你 未来以后会发生什么 但是我必须要保证 能留在这个直播间听下历史的 能听进去听的时间很久能用到的 然后呢 以后大家会互通永巫去解决一些非常非常棘手的问题 至于说剩下的人 说句不好听的 他听都没有去往下听 那我也没有必要 或者说也没有义务去管那些离开人的死活吧 谢谢好文349830233 谢谢风德的卡基 我又不是耶稣 我没有普世的心 我也不是这个就是 哎呀 那些想怎么样去扭转天坤的人 我正想把自己的日子过好了 所以说你问我说什么 我是不会说的 但是呢 总有一天你会明白 我今天所做的一切是吧 是为了什么 至少来说 每天一碗大米饭 再配上一份西红柿炒蛋 它不香吗 谢谢皇家大人卖茶 谢谢 什么叫 我不需要说 只需要安排就好了 也不是打死我也就不说 那 随着时间的发展 随着岁的变迁 我只能说 啊 大家会看到更多匪夷所思的事情 我在修改修改情爱史的剧文 我在修改修改情爱史的剧文 我就饿死了 你还让我先把奏折卖一卖吧 说按照我的4H安排 我能安排谁啊 谢谢云飞 658 谢谢天空色 哈哈 不香啊 碰见辣椒 配上辣椒炒肉才行 说你喜欢听以前有人点评的奥斯曼史 咱们奥斯曼土耳其不是讲过吗 对不对 嗯 对啊 好看的有历史警示剧呢 都有吸引人关注的角色 南北朝太散了 人物太多 没错 南北朝就实在是太复杂了 上来来说的很对 听着听着之后一段间断的时候 你认为奏折是最感客的 对啊 所以说讲奏折不好听 咱们就把奏折做出来 嗯 谢谢 还是不懂 谢谢 K妹妹弟弟 谢谢 哦那个什么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说 嗯 第二批奏折呢 现在可以订货了 就是那个礼盒装 嗯 第二批的话 可能也只有四份到五份吧 然后呢 发货时间应该会在 2020年的这个 10月28号 29号吧 谢谢大连赛班达人 谢谢 嗯 啊 带民族节奏的啊 那是怎么怎么样 那那那玩意儿 剧情没有什么事是吧 那这个 这个节奏谁能控制得了呢 对不对 然后比如说在播延世凯的时候 动不动就是延世凯怎么怎么样 哎呀 嗯 嗯 作为这个 主播 能管得住水友去发弹幕吗 既然管不住水友发弹幕 那只好去 接这个更换这个直播的内容吧 对吧 剧情有什么问题呢 但关键是 点评的是有问题 那剧情就跟着有问题 对吧 还有人就是奏相共和在播的时候 其中正义最大的不就是说去这个就是 嗯 怎么说呢 其中正义最大的不就是 在洗白李鸿章吗 因为在很多中国人的心中 哎 谢谢大连塞班大人兄弟送的一张办卡 谢谢 在很多中国人的心中 李鸿章是个什么样的人物 卖国贼啊 对吧 包括在小时候的时候听人说的时候 啊 李鸿章签订了这个马关条约 然后呢 怎么样使中国丧权辱国怎么怎么样 这个说一大堆 谢谢GQA00 谢谢盛贤出席 那毕竟啊 你说 单看大方面的历史 李鸿章签满万条约 是中国啊 是给中国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也是没错的 然后呢 加中日甲午战争啊 打的是一塌糊涂 哎呀 但李鸿章啊 他作为清朝啊 的这个 可以说最后一个晴天一注吧 他所做的很多事情也只能是就是说 啊 迫于无奈 这些火箭戳戳 因为大厦将清 独目难知啊 就算是有这么一个晴天一注 也只不过能 减缓的是什么 这栋大厦倒下来的时间 谢谢一心 谢谢灰蜡 谢谢灰蜡的苏可 毕竟在过去 从乾隆年间的时候开始到这个咸丰年间 有半个多世纪的时间能去修正这个相关的错误都没有 对吧 对吧 就说呀 好好的什么赚钱不好 对啊 这就很正常 谢谢 谢谢卖你的阿腕 有人说点评这个点评那个 哎呀 跟主播没有任何关系 谢谢油然天成送的半卡 只是跟人们的看法有密切的关系 或许吧 再过一百年两百年 至于说甲午战争打青能称多些人 打不赢的 说讲讲鬼故事 鬼故事恐怖故事 现在余教有啊 而且人家讲的也不错呀 我认为讲的比我好多了 而且你要说呀 讲这些鬼故事是什么的 又会有一大堆水友爱 来个历史直播间还听这个 我还不知道听哪些讲鬼故事的主播呢 这怎么说呢 清淡花开 重口难调啊 也是这也是为什么 哎呀 想让人气满满 是吧 这个 还要让大家都能听到自己想听的 知道我有多难了吧 谢谢QM99757 有点心意 啊 甲午打赢了 甲午打赢了 甲午打赢了就打赢了呗 嗯 嗯 谢谢死亡继时 谢谢森太盈 我讲过一次 对啊 以前讲讲子不语 其实子不语呢 在本直播间 受欢迎的这个程度 是吧 不够 我应该呼吁一下 每个观 观众每个星期至少给我办个卡 给点入场费 哎 其实啊 你要想啊 悠然天成 如果说以后你要做类似的事情 我奉劝你千万别这样去做 原因是什么 你这么一呼吁 本来还会发言的人 不发言了 为啥 人都是要面子的 你呼吁了人家发弹幕 他没消费 那么 谢谢SKY10兄弟送的办卡 谢谢 你这样的话 弹幕越来越少 人气越来越低 其实你会发现 以前讲 在于叫讲历史的主播 很多 其中有一些主播 不发这个 就是 谢谢一新兄弟送的办卡 谢谢狼雕刻 谢谢DTY191 不发什么 谢谢凤三红 不发这个 人气比较高的 这点我相信大家都明白 虽然说 嗯 于叫那个时候 是小区 但比现在人气广多了 但是呢 很多主播都在犯一个错误 他们就认为 这种支持付费 它是 硬性的 谢谢 谢谢 谢谢上来上来 小青杯是很好喝的 对吧 动不动就是说 看到一个人来了 要一张办卡 看到一个人来了 要一张办卡 看到一个人要一张办卡 那问题是 是 谁有吗 谢谢一块粉刷 谢谢 鸣坏腔 慢慢的 这就感觉 这种 就是 想在这边混熟了 但是面对主播 这个期待的这个眼神 是吧 不送不好意思 送的话自己呢 可能也不愿意 时间久了 那就只好 割爱了 谢谢就还在 那么这样就带来了一个 很糟糕的事情 人气越来越低 以至于主播播不下去了 谢谢就还在 对 怪疫情不怪谁有 那怎么办呢 那就只能 只能说 像过去说书的那样 对吧 你讲的特别好 大家就是感觉到很 这个就是 听得很过瘾 打个赏 那就很开心了 对 有些事情 历史怕有人 历史没有对错 只有结果和未来 就是过去的美 过去的一些事情 至今还影响在 影响着今天的世界 今天的中国 今天的我们 双十一就是 买茶寺有赠品吧 咱们买茶的话 买的多的话 折扣能多一些吗 这是事实 但是呢 后人在评述的时候 应该我们应该 就是说理智的人 会从德与诗的这个角度 来去评述 哪些是德哪些是诗 那么大但是大部分的人都是感性的 普通人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感性化 那么最大缺点也是感性化 感性化的人呢 这个是活的有滋有味 从什么时候 本月月底 到时候我先试着来点 因为我看超市有卖的了 我看要不我礼拜六 我礼拜天我就转一圈 对吧 那么但是你在评价历史事件 历史人物的时候 一旦出现感性化 那就干什么 那你会发现 你会去喜欢或者讨厌某一个人 当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 他做的错的也是对的 当你讨厌一个人的时候 他做的对的也是错的 谢谢SHADBSDP 谢谢泰沙王 为什么现在名粉有市场 他根据人的喜物去喜欢这个 就是说一个朝代 为什么说清黑能火 那也是根据人的喜物 因为清朝的历史至今 还在影响今天的中国 而且我们可能说 每个人在感到痛苦的时候 多多少少对吧 都会跟清朝的这个没落 或者清朝的无能有 直接的关系 说句不好听的啊 每一个人没有例外 如果说清朝能够工业革命 对吧 在不敢说跟英国同步 比英国只晚个五十年 那么我们是晚了将近两百年 那我们今天中国的生活 不会是现在的样子 科技不可能跟美国有那么大的差距 对吧 那么国家的基础设施 也不会像现在这样还不够完善 那每个人的收入 或者每个人的日子 肯定会过得比现在 应该会好 咱们看平均 谢谢这个炸菜肉丝米粉 说清朝不该黑吗 这就是一个感性和理性的问题 对吧 你从感性的角度来说 黑 没问题 黑他嘛 影响我今天生活 但是你要从理性的角度来说 我们只考虑过这个当时的一个决断 对今天的影响 它正面意义是什么 负面意义是什么 没有所谓的就是说我喜欢或者不喜欢 这就是说两种思维 谢谢林波 你打个比方 比如说清朝是吧 丧权辱国 失去了对朝鲜半岛的控制权 那对今天影响是什么 导致今天美国人的军队就在我们家门口 甚至美国还能把这个就是中程导弹部署在我们的家门口 就很头疼 对吧 但是你说因为这件事情就恨恨清朝有用吗 倘若是吧 没有这一大堆的乱七八糟事情 朝鲜半岛能亲中国远远处这个这个胜过亲美国 那我们不会出现这萨德部署在自己家门口的情况呀 这就是结果 你说我有什么情绪下的变化吗 没有 那么既然出现这个结果了 我们该怎么去应对 你说恨清朝有用吗 清朝都已经成为历史了 那么现在问题是什么 现在问题是如何弱化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影响 一旦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影响减弱 它导弹就部署不到我们的家门口了 我们要考虑的是这个问题 对呀 既成事实恨个屁呀 怎么想着解决问题吧 说至少别去吹清朝 我说了一旦你用理性去看待清朝的时候 不存在说吹或者黑的问题 对吧 那咱们就拿领土来说 尽管清朝末年失去了很多领土 但相比明朝来说 清朝做到了这个就是领土的延伸 就拿我们现在的领土和明朝的领土做对比 我们有了东三手 对吧 我们有了内蒙古 我们有了什么 西藏青海和新疆 那么战略意义是什么 因为西藏控制在我们的手里面 所以呢 印度不可能对中国有太大规模的军事情动 那么意味着我们的西南方向是安全的 新疆控制在我们的手里面 就意味着中亚地区 我们是可以影响到的 那么如果说既然我们能影响到中亚地区 也就意味着我们的西边是安全的 那么内蒙古和东三省控在我们手里面 就意味着我们和俄罗斯之间有了军事缓冲区 万一哪一天是吧 两国家起纷争了 这会为我们争取重要的什么 战略纵深 这就是意义 但是你要想想如果没这些领土 假设清朝没有这个 康熙去收对付准戈尔 没有乾隆载这个新疆 这个去消灭这个准戈尔国 那问题那就会有一个很现实的事情 当英国去殖民印度的时候 你认为英国在殖民完印度之后 他能不越过喜马拉雅山吗 那么如果说印度越过喜马拉雅山的话 他会很顺利成章的去占领 可能处于游牧就是游牧生活状态的西藏 新疆还有什么青海 那么等到后来这印度在独立的时候 现在印度就在家门口 这就是不争的事实 那问题就严重大了 你总不希望 甘肃和印度接壤吧 你也总不希望四川和印度接壤吧 你说这些那不就是清朝留给现在中国的财富吗 那么你也不能说为了黑青朝把这些重要的财富一笔太过 谢谢小阿姨 就说这就是历史 怎么去评价呢 只评价实际意义吗 这些大致的实际冲 这些说阿三撤兵了没有 阿三这要说的话 撤他应该在这个十天或者二天以前撤 现在想撤 恐怕只能撤出一部分了 剩下的 阿三现在自己到现在来说都这个就是 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产生了大量的冻伤和死亡 他们爆了 说如果这样的话 元朝不是更大 你元朝只有扩充领土的能力 没有守住领土的能力 所以太菜了 扩充领土固然重要 能守住领土 那比扩充领土还要重要 守住领土不能叫领土 只能叫临时占领 你想想元朝 他称之为江玉广 哪块土地是安全的 非要说的话 也只有他的这个发源地 蒙古高原是安全的 也只有他曾经控制中国北方 黄河以北是安全的 然后呢 从刚一开国的时候就开始 叛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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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用啊 谢谢啊 就要这个了 甚至来说 元朝还比不到十九世纪的英国 十九世纪英国虽然拥有了殖民地 但对于这个就是 但对殖民地的控制 可远比当年元朝对他这个领土的控制强多了 没有实控能力实在是 臭死个人 谢谢 无神论 谢谢 说这都10月20号了 对啊 这都10月20号了 那看印度怎么办吧 而且呢 大家现在可以看一看最新的这个谷歌地图 那么 嗯 现在来看的话 拉达克地区已经开始出现了比较大范围的降雪 已经是白茫茫一片了 我不知道 印度人在这个就是荒漠雪岩地带 该怎么解决问题 说对于关于外蒙的问题 有详细的资料有啊 就是说好多都是蒙文的 但是你要去看的话 也挺吃力的 说原始的研究还是不少的 是啊 哪一个朝代历史的研究都这个多呀 你非要说的话 中国只有上古世纪的历史 因为文献资料实物比较少 研究起来比较困难 就比如说夏商周的历史 是真的很难研究 但是到了这个就是春秋战国 就是东周列国以后 春秋战国以后 那么研究的还都是这个比较细致的 宋才多都还差不多吧 都有各个方面的这个就是庄家 说印度有个隧道打通了 同时只能还有好几十公里的山路呢 好几十公里的山路你想怎么怎么过呀 谢谢王大锤TCT 他只是说中间的一段啊 有隧道了 你要是全程隧道的话 那就要考虑考虑 这个印度大锤补给能力了 关键只有一段 这些王大锤TCT 啊 晚上好 然后明清都不少吧 你比如说拿西安那些大学来说 研究这个隧唐史的这个就是人特别特别多 然后呢 嗯 拿北京来说 人大是研究这个清史是非常专业的 然后清华那边的话 秦汉史啊 清华北大史秦汉史还是比较强的 然后在中国就是说 像浙江啊 还有就是就浙江的一些大学啊 明清大学研究这个宋史的比较多 至于原始嘛 这个我接触的少 嗯 但是肯定也 这个你放心实也少不了 世界史的话 嗯 基本上各个大学都有啊 但是都要选方向 拿中国来说的话 中国 嗯 选西方史的就是说 研究西方史的人相对多一些 比如说像研究英国历史的呀 研究美国历史的呀 这都是有的 但是中国来说的话 研究古埃及的历史是非常的少 然后呢 研究中亚那些国家历史的 人也非常少 谢谢全牛胖了 好像 就是中国古埃及历史方面的研究 博士称就招一个吗 还是招两个 那这样算下来的话 研究古埃及历史方面的 中国的专家可能 全国范围内就是这个 一二十个人 不是语言不会 研究对应国家历史 肯定是要 修这个 对应国家的这个文字的 这是通的 嗯 说阿三 现在连送命的人都不给伏许费 那边都闹开了 那怎么伏许呀 前面不是算到了吗 我说 阿三只要拖到这个 10月10号以后 今年的冬天 会比往年冬天冷许多 那么 会造成大量的冻伤和冻死 那他自己去想办法 谢谢东东东GH4SFG 那至于说 古希腊的历史 本来就很多很多神话嘛 最经典的河马史诗 对吧 像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故事 像大家耳熟能详的 特洛伊莫马 那不就是这个 神话故事 和这个真实的历史之间的 这个就是结合吗 攻占特洛伊人 诚是有的 但是奥克六四和这个 智慧女神阿提纳 那肯定也是没有的 自己不撤兵怪我喽 并且是我们前线的保障 是做到了 就包括这个 就是冬季都能吃到 这个热乎乎的食物 也不奇怪吧 至于说援助 可以援助啊 可以援助啊 为什么不能援助呢 如果说这个时候 阿三提出来援助 我认为可以谈啊 对吧 但是谈的话不能白援助吧 谢谢杜文涛1980 毕竟我们把更能量的物资送到高原上 也是很花钱的有 说阿三 说阿三现在已经是 其实阿三又被坑了一波 原因阿三想通过美国通过欧洲的这些国家去买这个冬庄 然后呢 然后呢 本来并不是很昂贵的冬庄 在这个今年10月份以前一件冬庄的这个价格 就一套冬庄的价格大概是一千美刀左右 然后呢最近呢 这个就是在看到一些相关的这个报价的时候 已经涨到了一千八百美刀 价格上涨80% 所以你会 我估计此时莫迪的心都是凉的 怎么样 盟友靠谱吧 见过这么靠谱的盟友了吗 是吧 忽悠着莫迪跟中国搞对峙 一旦对峙起来以后需要采购了 不但不会慷慨的这个赠送 反而会坐地起价 反正你的人已经上去了 怎么样 估计莫迪老爷子 莫老仙也再次感受到了资本主义的寒冷了吧 坐地起价 真黑啊 谢谢德六在德 谢谢 然后翻开商标没得你拆呢 谢谢正不胜些 以至于三哥都有先去回收二手的防寒服了 不是钱没准备好 就比如说你按一千美元一套去准备钱 打算买三万套 然后对方告诉你 这个现在这个抵加班生产 产能得全面放开 抵付高昂的加班费 材料也涨了 这个现在一千八百美元一套 那你说怎么办 买还是不买啊 不买人在上头 买的话就要加钱 本来经济就已经很困难 说来中国买啊 怎么来中国买啊 来中国买的话 别忘了 那莫老都双眼睛盯着莫老仙呢 莫老仙的敌人可以买 莫老仙可以装当做看不见 但是莫老仙一旦买了 呵呵 下面人就会给莫老仙扣个这个 就是说帽子 是吧 叫什么按通去这个中国 或者按送秋波 哎呀 莫老仙不但政治生涯结束了 还有可能被送上断头台呀 说之前不是很多外国人说 外国人有契约金 这怎么叫没有契约精神呢 对吧 你在买的时候涨价了嘛 签个合同嘛 但是你要说 你不要认为说 就是外国的契约精神 和中国的契约精神是有区别的 中国人讲究什么 按通管理事 中国人讲究什么 中国人讲究一诺千金 对吧 我要答应你的这个比如说一千块钱啊 那么就算是出现很多这个突发情况 我也是按照我答应你的卖给你 这叫契约精神 但是呢 对于老外来说 咱们签的合同白纸黑字 我按照合同去严格执行 这叫我们的这个就是契约精神 但是呢 在签订合同的时候 也会注明一些不可抗的因素 比如说原材料上涨 人工上涨 如果出现类似情况 就会有补充协议 然后呢一千美元变成一千八百美刀 我没有违反我的合同 中国人经常会吃这个亏 我们总会把中国人的一诺千金 和西方的契约精神给画个等号 不一样 不一样 对吧 但是只要说合同它规定的 只要你规定到了 它也都会按照合同规定的严格去执行 签字就代表你同意了 对吧 又不是补卖又不是赖账 那怎么样呢 又补充协议呢 但是明眼人都明白 你这不就是坐地起价吗 那是什么一回事 说加勒群没通过 可能这个 你解说来自斗鱼 你要说我来自哪个省 那很有可能被管理员当做这个 发广告的 封得子的卡尼吉亚 对啊 要不然美国为什么有这么多律师 为什么律师又是一个非常非常高收入的职业 其实就是根据合同的条款条文 去来进行解释 去来进行制定 那至于说好或者不好 只能说合理 也不是说嘴是最靠谱靠谱的 这种思维方式嘛 这些站台 希望人的契约精神 一切都是以文字为基础 而中国人所说的契约精神呢 我们总会去奉行 一诺千金 说到做到 就算是出了状况 打碎的牙齿也要往肚里咽 那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你说我来自天火直播间 那不应该被拒 等着吧 可能管理员都不在 反正莫老仙在这个时候 还是得快点做决定 能保多少保多少吧 说可以讲讲阿尔斯通被收购的始末 只是看过相关报道 但是前前后后并不这么了解 中国的晋商有名的一诺千金 说到做到嘛 一般来说就是兑现能力 还是非常强的 但是呢 中国那种商业模式呢 更多的只适合农耕文明时期 你要放在工业文明时代的话 显然是不不合节奏的 或者说很拖沓 因为中国过去的这种商业模式 一切都是农耕文明的这个就是补充 说假快捷是个例外 假快捷不算例外吧 假快捷呢 已经是 哎呀 毕竟啊 在现代的中国人当中 很多都是 接受过这个西方的文化 并且这个已经是能够把这种 条款条文 什么玩弄得非常熟练了 在把这些条款玩弄得熟练的时候 也会按照西方人的方式去做事 那么你就说就谈假快捷的问题 很多人从中国人的角度来说 这个看假快捷说假快捷这不是诈骗吗 这不是犯罪吗 这都不抓 我当时说我说假快捷是真没犯罪 是吧 真的就是按照人家是履行合同不算诈骗 他说你你是不是拿了假快捷的这个就是黑钱 我说我没有 如果说假快捷涉嫌犯罪的话 他早就被举起来了 毕竟他的公司在开创起来之后去拉风投 什么叫风投 风险投资 那么风险投资的话 我可以从一个行当去介入另外一个行当 再去介入下一个行当 这些都是在做我的事业 但你说你在中间的过程当中有转移资产的嫌疑 证据呢 我一切都是按照合同按照公司的这个就是章程办事 对吧 就是人家合法 但是不合情 那么我们说诈骗的是违法行为 但不违法呀 但是这种情况 明眼人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那怎么办呢 茶缺不漏呗 跟城市化进城也没有什么关系 只能说啊 老贾 把华尔街那一套学得很流 不是合法的 那你就是说 他造车合法不合法呢 去美国造车违规不违规呢 那你怎么办呢 不是 你可能认为这有很多很多的这个 在里面 只要像他这么大的公司所走账的时候 都是名账啊 你能怎么办 这些master machine 那是我上一个项目有错吗 说合法与否都靠人解释 这不就回到了一个契约经验的话题吗 你一看合同 对吧 你说我可以告你 对面立马就会有一个律师团 来应诉 说不可能都是名账 不能走暗账 越是聪明的企业 就是说越是会玩的华尔街大佬们 都是明账 没有暗账 但是他明中有暗 你就拿老特来说 是吧 他破产了 但是他把他所有的这个资产抵押给银行 然后呢 资不抵债了 老特说 你可以聘请我当CEO 我通过赚钱来还债 那么对于财务人而言 只能够接受老特的这个请求 那么老特还是公司的失控人 你能怎么办呢 这些莫道人生长思梦 你说这个就是圆佑宝事件 那你说有暗的东西在里面吗 这摆明了就玩这么一套 你能怎么样 你说油是不可能这个负的呀 他偏偏给你来了一个负的呀 然后人家说 毕竟谁也没有说说过 这个石油可以成为负的 你说谁都知道 食物怎么可能成负价呢 没有人规定啊 对吧 人家玩就是大家理所当然认为的事情 那只是大家认为并没有出现在条文当中 既然没有出现在条文当中 那就可以这样去做 本来心想是吧 石油价格那么低 那抄了底了肯定是赚的 对 那就一起来抄底吧 结果抄完底之后 让你看看什么叫做 这个底是无穷尽的 富的你见过没有啊 这些周南恶陷于小豆 你说这种就是名牌 你能怎么样 你说你们有私底下交易怎么样的 这认了吧 对吧 不是有人被收买的 不 这种东西哪有被收买的可能啊 你说就这样了 他非要给做成富的了 你怎么办 谢谢陈三二六八八 是吧 证据呢 是吧 人家 你要说 一切的操作都是在流程之下 你可以说某流程不合法 然后或者说不合规 我可以拒绝去履行合同 对方就能给你条条款款 列的很清楚 嗯 谢谢HU出行 谢谢S62088 不如其他行都现行搞掉了 这个也 欧里斯洞不在 欧里斯洞在的话 你就明白了 对于其他行来说 会提前移仓的 因为他不是15交割吗 是中行呢 这是个憨憨 哎呀 呵呵呵 谢谢默口CN 还能怎么办呢 上来吃一欠长一智 上一次当学一次乖呗 下次 本来不能再被同一刻石头绊倒两次吧 至于说 下次出来了新的坑 那下次再说 那还能怎么办呢 你要说 把这个二十世纪的经济史 一些经济事件 单独这个拿出来讲看的话 你就会发现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尽管都是在规则之内玩 但一样是这个玩出花来 很多人说 这中间肯定有猫腻 没有猫腻 那就是玩规则嘛 一个是规则的利用 一个是规则的解释权 你想吧 当年老美在狙击前苏联的时候 谢谢 维环若梦 怎么一夜之间 直接让这个前苏联的经济崩掉了 你说 这中间有全钱交易吗 没有是吧 老美就很明确知道 前苏联的这个 经济比较单一 严重依赖这个资源的出口 只要在这块 趁着前苏联内部不稳的时候 拘它一拨 就一定会出事 剩下的事情 就让苏联人自己内部去折腾去吧 好了 咱们还是今天来讲 商业改变历史 罗斯福这个就是 新政 1929年的大萧条 可以说是资本主义世界的 一次前所谓的大萧条 也是对当年亚当斯密 这个就是国富论的否定 因为在这之前 很多人都迷信 让所有的一切都交给市场 直到今天还有人去认可这个观点 说为什么不引入充分的市场竞争 通过市场竞争去优胜劣汰 但实际上你会发现 如果没有对市场进行行政干预的时候 这个市场就会变得乌齐八糟 当然你可以通俗一点来说的 我们可以说去看直播 对吧 拿直播来说 你认为直播能脱离行政干预吗 如果说直播没有行政干预的话 哎 就不要去这个就是挑战主播们的下限了 然后你会发现 收入这个比较高的主播 都会变得肥琐琐 对吧 就这样还在去是吧 打打擦边球什么的 这也是现实 但是美国呢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都认为 任何行政手段对市场进行干预 都会挫伤市场的这个积极性 对吧 因为市场在不断犯的过程当中 总会进行淘汰 末位淘汰制嘛 市场会变得越来越壮大 然后1929年的大萧条 是给整个世界 跟给整个美国的自问家们 响亮的抽了一个耳光 金融行业的崩盘竟然使得整个国家全面衰败 这很难理解是吧 很匪夷所思 简单来说呀 我可能打这个比喻并不是很恰当 大家可以这么理解 金融是现代社会的这个发动机 就是心脏 那么血液呢 是金钱 那么现在商业体系在流动的过程当中 静脉的血液流入心这个经过交换 然后通过肺部进行交换 吸收大量氧气 然后经过体内的循环 用心脏输出 心脏就是发动机吗 提供动力吗 那么倘若心脏所需要的血液太多 人的其他器官 四肢是吧 就会缺乏 就会缺血 那你想想 如果说人的四肢缺血的话 这人要能正常才怪 那么当时美国就犯了一个错误 就是让太过度的血液去流入到金融心脏当中 那么当心脏开始出问题的时候 那么用现代医学来说 应该对心脏进行什么 心肺复苏吗 人工抢救吗 美国认为让他自己来 他自己会好的 心脏一定出一旦出问题 就等于血液供应出问题了 那么当血液供应出问题的时候 本来流向其他行业的血液就很少了 这个时候出了问题 就没有血液流入其他行业了 你可以说金融他是万个职员 但是你把金融给他断了 就会出现1929年到1933年期间 美国所发生的所有的情况 缺钱 商品是没办法进行流通了 所有的商品都滞销 那么当商品开始滞销的时候 工厂就会随之倒闭 当工厂随之倒闭的时候 工人就会大量失业 工人大量失业之后 就根本没有办法去消费这个大量的商品 在当时的美国出现这样的一种奇景 一部分的美国 这个一部分的这个就是美国人 或者说一大部分的美国人 当时美国的失业率也是极高不下 饿的都这个没有饭吃 你说美国不是有救济制度吗 那是后来罗斯福新政的事了 当时美国人很多美国人已经只好去摘野果 抓野兔 甚至是去河里面去摸鱼 来果腹 那么另一面呢 是美国庞大的这个就是产能 而没法释放 在农场主的这个这个骨仓里面堆满了卖不出的骨 在这个仓库里面堆满了卖不出的棉花 然后呢一桶一桶的牛 这个一桶又一桶的牛奶啊 都在堆在地上卖不出去 你说这这不扯淡吗 如果说把这些东西啊 都吊拨到这些饿肚子的人手上 到这些人吃饱了穿脏了 有能力工作了 整个社会不就变好了吗 关键是在市场自由的情况下 是没办法进行调控的 这需要行政干预 但美国在在这之前 非常非常否定行政干预这件事 那么这时候又会发现一种奇景 农场主们见牛奶滞销了啊 宁可把这个牛奶倒掉啊 一桶一桶的倒到河里 粮食这个开始存储不住了 把粮食一堆一堆的运出来 点燃一把火烧了点燃它 棉花也是一样 一大包一大包的销毁 那么对于这个马克思来说 那么马克思在写这个就是 资本论的时候 就曾经也谈过类似问题 说这个资本家呢 为了追追求剩余财富 宁可把这些东西倒掉毁掉 也不会分给穷人 来证明资本主的妄恶 这是马克思的解读 但是你要从西方经济学 解读来说的话 当时的这些农场主 是被迫销毁这些 牛奶粮食和棉花 为什么呀 原是这样的 牛奶从奶药身体里面挤出来 放到牛奶桶里面 那么你就需要去对它进行这个保存 你对它去需要进行加工 在当时整个社会经济出现问题的时候 保存加工都需要花费大量的金钱 可是这时候农场主他已经是破产了 没有钱的了 请问他从哪里去募集钱 去进行保存去进行加工呢 你说不可能 难道不会把这些牛奶去拉到城里面 去送给那些饥饿的人吗 请问车要不要钱 车烧的油要不要钱 这些东西都是成本 农场主已经破产了 所以说当时这些农场主虽然舍不得也只能 这个就是把牛奶倒掉 没办法 经济出问题了 粮食也是如此 存储粮食 咱们以前在直播间里面说过 它也需要付出昂贵的保管费 尽管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美国还不会像现在一样的这个保管条件如此苛刻 但是也很高昂 棉花也是如此 怎么办 销毁吧 这就是说你看在站在哪个就是 你站在什么样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如果说你站在社会底层的角度来看 牛奶倒掉 这个也不给穷人喝 资本主义很无情 但是你要站在市场角度来说 也只能把它倒掉 为什么 这样遭受的损失是最低的 你说尽管当时在经济危机爆发之后 胡胡政府也采用了很多很多的经济刺激手段 其中有一条就是开动印钞机 既然市场流动性不足 那你开动印钞机 印起来不就行了吗 我向这个流动市场里面去补充大量的现金 但实际上当胡胡这样去做的时候 市场变得是越来越糟糕 有人知道为什么 就是既然已经判断出来市场流动性不足 那我市场里面去投入更多的货币不就行了吗 为什么 原因是你的货币是通过金融系统来进行投放的 当时整个金融系统已经崩溃了 所以当货币进入金融系统的时候 你既然奉行着这个自由的市场经济原则 你就没办法去保证货币去进入到什么 制造行业里面去 他还是会进入到金融行业里面去寻货 或者说填的是什么 金融行业所加的高杠杆 没有用 而且越加杠杆 或者说越去解决这种问题 钱还是向少数人手中集中 当向少数人手中集中的时候 少数人得到钱以后会去想方设法去打压这些优质资产 然后进行并购 情况变得越来越恶劣 更多的企业这个就是倒闭 那你这样去干的话不行 因此胡福政府就在一个非常非常尴尬的情况下 是倒台了 那怎么办 需要新的人去解决这个问题 当时的美国摇摆于两种这个主义之间 一个是以前苏联媒代表的共产主义 当时美国也的确确确确确出现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共产主义 要把美国变成一个共产主义社会 那么资本家也是进行了这个严厉的这个抵制 毕竟俄国十月革命看在眼里面 那么沙皇以及其所属的贵族 那遭受的经历 那成为自不得来的噩梦 那么嗨一种就是法西斯主义的兴起 这也是当时美国走在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 因为我们说无论是俄罗斯就是前苏联式的这个这个计划经济 还是后来元首所倡导的这个就是 哎呀他的纳粹主义 其实他都可以看作都是那个什么行政干预 但问题是美国当时已经开始兴起纳粹了 如果没有罗斯福 很难想象美国会有一个类似元首的人来成为美国总统 到那个时候整个世界历史恐怕就会有另外的一种走向了 还好是吧 那么弗兰克林罗斯福在一个关键的时刻上位了 那么罗斯福在接管成为美国总统之后 他首先要考虑的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既然胡福所做的一切不管用 只能把情况变得更糟 那么有胡福的失败在前 罗斯福就可以有一种非常非常足够的理由 坚定的理由去干什么 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拯救国家 如果没有胡福的失败 也不会有罗斯福新政 这也是历史的一个必然性 如果没有胡福搞出这么老头的幺蛾子 用尽了一切常规所用到的方式 当罗斯福提出行政干预的时候 罗斯福的这个政见根本不可能能通过 就会被国会给打回去 你说惊喜不惊喜 意外不意外 既然要通过行政干预 那么美国总统的权力太小了 原因是什么 原因在美国建国的时候 他是一个邦连国家 那么美国总统他只是一个什么 政策的监督者 然后也是一个政策的审核者 美国的实际权力也在国会 总统甚至有些议案 根本不需要去通过总统的同意 就可以只要国会表交通过以后就可以实施 但是既然要开始行政干预的话 罗斯福说我现在的权力根本不允许我做这样的事情 咱们在前面去讲美国官僚制度的时候 也谈到过这个问题 美国总统的权力怎样是一步一步加大的 那个时候美国已经滥成一团糟了 美国的贫困人口已经是直线上升 刚才有朋友说 说当时哈佛大学的毕业生 许多人去抢一个最底层的工作 那没办法 社会 美国整个社会出现了巨大的问题 所以罗斯福想要去获得更大的权力的时候 国会以一种非常宽容的态度通过了 这是为什么现在美国总统的权力 要比一百多年前大很多的原因之一 那么当罗斯福完成了权力的这个就是 集中之后 他就提出了三个要素 复兴救济改革 复兴 政府通过一篮子的计划 对制造业进行什么 进行投资 国家资本主义 你说这不违背了市场公平竞争的原则吗 人都快饿死了 市集从全 谁还能管这个 你说打脸了 不 解决问题最重要 究竟 咱们前面刚说完了 牛奶被倒掉 粮食被烧掉 棉花被毁了 也不给穷人 那穷人生活在贫困下 你之下 穷人连肚子都填不饱 他怎么能成为社会或者说国家的一个劳动力呢 那怎么办呢 要让穷人吃得起粮食啊 要让穷人穿得起衣服 要让穷人喝得起牛奶 但是他们没钱呀 给他们钱 他们是不是就能买了 不合适 原因是 如果直接给他们钱 他们很多人还有债务 债主就会要求穷人优先是什么 哎 还债 穷人依旧很穷啊 你不能说 你这时候又不能出来一个政策 说债主不能向这些穷人追债 那不赖账了那些债 债务人不就 什么 债务人不就要破产了吗 那在保护债务人这个权力的情况下 得让穷人是吧 有这个就是饭吃 能开始工作 让他们工作去干什么 进行什么 还债 那好了 政府出钱去购买农场主手里的牛奶 粮食和棉花 这样的话 农场主就会摆脱破 濒临破产或者已经破产的困境 农业是一个国家之本的 如果农场主的利益得到保障 首先国家基本盘就不会出问题 那么既然国家买了这么老的牛奶粮食和棉花 国家存这些干什么 战略储备也是有限的 就需要把这些牛奶粮食和棉花 分配到那些穷人手中 社会救济制度 这也是美国为什么会有食品券 有口饭吃 让这些穷人不再会为五斗米折腰的时候 能开始让他们成为生产力去进入到这个 让他们成为劳动力去进入到各行各业当中 改革 对金融这个制度来进行一切的改革 罗斯福呢 在这个时候大刀阔斧的是 改变了美国的支付体系 因为当时呢 嗯 美国呀 还对这个就是说 还没有完全废除金本为之 那么黄金和货币之间呢 是有一层这个就是 是有一层交易关系的 任何一个金融家都可以去购买黄金 你也可以拿黄金去这个兑换美元 罗斯福进行一次改革 改革什么 黄政府啊 就是美联储要从各行各业去这个就是 筹募黄金 使黄金变成国家的最基本的金融储备 用来抵御风险的 同时让美元跟黄金脱钩 那么也不允许个人去大量 不允许金融机构或者个人去买国家的储备黄金 这一手就很毒辣了 原因是啊 当大量黄金集中在国家央行手中的时候 那么就意味着国家信用不会破产 国家信用不会破产 那么以国家信用为依托的发行的美元就不会破产 把很多过去的规矩打破了 自由的贸易怎么可能不允许买卖黄金呢 自由的贸易怎么可能去就是国家去买断这些基本物资呢 自由的贸易怎么是国家去向这些企业进行投资呢 没关系啊 能解决问题才是一个什么 关键 那么在罗斯福上台以后 罗斯福新政 包括刚才有时候说的 以公代政的方略 实施以后 美国的经济呢 很快摆脱了泥潭 成为世界上当时经济恢复最迅速的国家 但是他也给今天的美国也埋下了很多很多伏笔 最简单的一点 总统的权力比较大 那么说如果说碰到一个很有作用的总统 他自然权力越大越好 因为他权力越大 能做的实施就越多 但是你要碰到一个不靠谱的总统 这一战的结束了呀 二战爆发了 你碰到一个不靠谱的总统 你还赋予他很大的权力 都会出问题 对吧 当年罗斯福新政的时候 采用的是社会救济策略 把粮食调拨给那些吃不饭的 这个就是吃不上饭的人 但是罗斯福绝对没有干这样一件蠢事 给每个破产家庭每个人 每个家庭发几千美刀 因为罗斯福知道全都的坏处是什么 对吧 结果有罗斯福这个就是 出于在前 结果还有蠢才 干这样的活事 当然对于普通人而言 你要说这是普通人的愿望 普通人在处于极端困境的时候 就希望能够得到一笔钱 从天生掉下来最好 是吧 天降横财 帮助大家把这个困境度过去 这只是理论上是这个样子的 但问题是你这样一发的话 请问一个国家的经济循环出了问题 你不把这些行业先让它运转起来 你怎么能让这个国家进入到 一种非常健康的状态呢 那问题来了 你给这些人直接去发钱 你怎么保证他的这些钱 你能够正确的流入到合适的行业当中 万一他拿钱买了股票 那不就成了当年胡福干的蠢事吗 令到货币限了 这个超发的货币全都进了金融市场 如果说当时这个得到救助的人呢 他拿钱去买一些根本不需要的东西 假设买一个奢侈品 再比如说他觉得呢 既然已经失业了 没有工作在家里了 那干脆跟宠物做伴吧 那买点宠物吧 毕竟还会再发嘛 据部完全统计啊 说当这个新冠疫情爆发之后 美国这个宠物市场的大热 哎呀 游戏市场也大热 嗯 那同时这个游戏机市场也不差 据说一些这个新款游戏机已经卖到脱销 请问这些行业能救一个国家吗 啊 你你指望让一个国家的这个经济能恢复起来 你靠一个游戏开发公司 靠游戏制作商 你靠证券商 换句话说 你 注入这么老的货币 不就相当于又给危机加剧了吗 商商加商 啊 这 什么样的思维才能干出这样的蠢事啊 对吧 你不能说这符合民心 符合民心 只符合现在的民心 不符合将来的民心 那 凯恩斯干预啊 是吧 的确是一招好奇 那么 在国家去这个 通过国家行政力量是吧 去这个 管理市场的时候啊 一定要慎之又慎 好了 我们今天 商业改变历史 先聊到这儿 下周接着讲 明天接着聊 这不觉得很奇怪吗 莫名其妙 嗯 好 现在是没点不关注 点不关注 觉得说不错 小李五可以走一走 那歇会来一条 确实 不是不是 你就说你这个钱啊 你在关键的时刻的时候 钱可以发是没有错的 但是呢 你要保证 钱得配置到正确的行业当中 就是说 比如说 现在这个能源企业有问题 那么我就要保证 我印刷这货币 能进我的能源企业 对吧 如果说运输行业有问题 我要保证 我印刷钞票 能进到运输行业里面 去带动就业 去带动生活 对吧 那么就拿我们国家来说 咱们国家也受到疫情的影响很大 我们发的就是消费券 都想念字的话 行凯什么凯都可以吧 对吧 我跟前面讲完了呀 你没在啊 从这个朱尼厄斯一直讲到 杰克莫根 连泰泰尼克都讲了 那就是 你想把这种消费券的形式就是 你一旦买东西 相当于国家为个人去承担一部分 100块钱东西 个人掏80 国家掏20 那么在这种优惠情况下 个人得到实惠 而且这100块钱是进入到这个 今天没讲 是 这个这100块钱进入到什么 进入到制造行业当中 你不领啊 小猫 这个周三周四周五吧 还不周五周六周日的三天都能领啊 支付宝打开 然后领券 好像微信现在也有了 领那种就是说 你当地的超市消费券 那个我认为是最划算的 不知道啊 今天好像不能领吧 你说的美国高层不可能不知道 先逗嘛 对不对 逗赢了再说 要不怎么说呢 公于谋国啊 周于谋生 超市领的肯定有用啊 谢谢 哪打到场蚂蚁 超市的这种优惠券 谢谢半夜商神 我就最 时机了 不用 就是你打开支付宝 一个领券 领就行了 你去超市 买肉不就完了嘛 超市的肉价和市场的肉价 现在大 差不多嘛 谢谢本保老师 就是我说的那个 买100-20的 买肉是最划算的了 谢谢这么玩大了 嗯 这优惠券网上一堆骂的很正常啊 人们都喜欢像领向现金嘛 对吧 都希望像美国那样 这一千刀一千刀的发 多实在 什么肉都可以啊 就买生肉嘛 对啊 和说和外国直接发钱差远了 嗯 然后呢 继续吹泡泡 哪有钱舒服 结果呢 呵呵呵 要不怎么说呢 老特做的是符合民意 但不符合国家的这个就是 长之久安 不用抢吧 我这我这还好 谢谢黄鹅 黄鹅520 对啊 直接发钱 符合个人的主观愿望 是吧 看看人家 看看人家 发出事之后就不管了 嗯 发钱 不是京东消费券 它有很多种类型 有什么淘宝消费券 就是天猫超市消费券 有什么打热的券 有京东都有 但是呢 我认为最实际的就是那种 就是超市消费券 就是 谢谢持有仔 当地政府发的吧 买100-20 买这个就是 啊 太平天国 打错字了 天平天国 sorry 那么 啊 万恶的输入法 对啊 要进小微企业呀 不然就失业潮了 说没人买的必需品还会涨价 肯定会呀 你现在不买的话 很多企业就会倒闭 对吧 很多企业倒闭之后呢 接下来就是 货币是这个 功过于求 然后呢 接着就是 物品就会出现 功不应求 能不涨价吧 一步不来呢 嗯 对啊 当年 这个 胡福 就这么玩飞了的 说太平天国就死在一群没文化的人内斗上面 啊 立国不正吧 你都没有领到超市消费券 这个 如果说要需要抢的话 你看看领取时间 第一时间抢一下吧 美国还在继续发吗 我猜啊 就是说在总统换届选举完了之后 老特发了 拜登不可能不发 如果拜登不发的话 老特的支持者恐怕会挑事 闹事的话 这就要 就说那就不好看了 因此 现在美国也是逼上梁山 哎 发的少了还不行 最起码要和以前一样 和以前一样的话 又在吹泡泡 要不我怎么说呢 美国想要解决这个问题 哎 发挥农业上的优势吧 疯狂的拉升一粮价 去割其他国家韭菜 割完其他国家韭菜 来聊一波商 当然 这样一做的话 那老美应该是仇家变天下了 谢谢小于仔XR 不会玩泡沫 泡沫啊 还有最后一招啊 还有最后一招啊 那个拉凉价嘛 洗衣液压刷毛巾这种的 那来说也会买吧 说拜登还没被石垂吗 咱还不引就辞职 翻篇了 这事过去了 货币得翻几倍 不是货币得翻几倍啊 说美国为什么不选拥 年轻点的总统 那总统的选择提名的时候 那共和那民主党提名的拜登啊 说拉升粮价非洲这种不是完蛋了 是啊 嗯 不只是非洲 那些粮食进口国都挺头疼的 其实说白了就是拿粮价去对冲这个就是说 嗯 炒发的货币嘛 说最近往美国出口的运价都上天了 咋啦 美国的订单多嘛 谢谢DeadKitting 谢谢 说这美国真大都这种事都翻得过去牛逼 果然卖的 不是自己国家人口就没事 那那本来就是嘛 那那那那那那怎么样呢 嗯 说都是老头子 是不是老头子比较精 对啊姜还是老的辣 谢谢GXZ 要不怎么说双标嘛 年轻人都容易冲动 这就是年轻人的不好 搞政治嘛 要沉得住气 但是老头明显不是一个能沉得住气的男人呢 你比较会过前一天去考试了 苹果的都拿回来了 正常 嗯 只是说老尖俱华嘛 非人 非事 老头真的想要 没错 谢谢 水水的吉他手 谢谢 老头怎么能跑出美国呢 老头不会跑出来的 往哪跑啊 他也就是宣传宣传 真跑俄罗斯去 哎呀 那美国的官可就大了 不过最近又听说嘛 在这个总统这个就是 竞选的时候 美国要改规则了 以前的时候是自由辩论 现在改了 一个人说一段 然后对方在另外一方呢 在不发言的时候 闭脉 哎呀 哇 谢谢娇病无遗憾 我突然感觉 这个有点像中国 就是前一阵子 不是说前一阵子 就是以前 歪歪比较流行的时候 这个 一人说一段这个闭脉 嗯 说那是供求关系 就是价格区区的市场 自我调金 说明价格的是时候下调了 对啊 你这样理论上是对的 但是实际上的操作过程当中 就崩了 当年胡福就是这么想的 结果就玩崩了 他认为 只要就是说 让市场自由调节的话 那危机就会结束 如果说市场这个流动性不够的话 我就像市场这个就是提供货币 然后 本来崩的就很严重 然后接着是更严重了 哈哈哈哈哈哈 对我二号上麦在吗 啊 然后下一个一号必卖 谢谢风灵魂奔跑 主要是前一阵子是吧 老特和这个拜登的辩论 老特是频繁这个就是 打断这个就是辩论 然后是这个辩论变得像吵架一样 接着就 是不是让全世界看笑话 谢谢有风有雨有美人 还有绿 那也说 特朗普嘛 也是一个很特殊的人啊 改变了过去的这个竞选方式 不是耍了甩过老特 老特这人哪 就说 心直口快一些 对吧 说说就是有点像那种 就是看直播一样 是吧 发现有什么不对劲 先弹幕是个大错 说那大数据错了 没有利益的根据去做正确的调整 不你一起做调整的话 不就是行政干预了吗 不是这次经济危机 跟以往的不一样吗 以前都是产能过剩 这次经济危机 是跟以前不一样 但是你要说 是疫情引发的这个消费低迷 消费低迷的时候 又使得原来合适的产能 变得产能过剩了 但是 嗯 神奇表现形式 还是产能过剩 只不过以前的产能过剩 由疯狂的这个扩张所引发 次次的这个产能过剩 是由疫情所引发 引发条件不一样 怎么说老特这样的人呢 就是咱如果说不用这个政治家的这个思维来看老特的话 我觉得老特这样的人挺好的 真的是挺好的 是吧 心之口快有啥说啥 然后敢爱敢恨 这个 哎呀 做了一个普通人 想这个就是 而做而不能做的事情 快以恩仇吗 对吧 尤其是在跟拜登辩论的时候 对方说的这个不合适 我根本没有必要去等对方讲完 我当场就喷他 你说的干啥 这根本没有什么 可实性 等我说完 你说完什么呀 你这点就不对 你下面接着说 这不就是普通人在聊天的时候吗 对吧 一群人聚在一起 然后呢一个人提出观点 然后发现不对 就是现场在这个打断 然后现场在争论 那 这在普通人的生活当中 没有什么就是说不正常的 但是一旦上了这个就是 就是台面上 你就会发现 为什么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司空见惯的事情 但是到了一种很正式 很这个严肃的场合 就不对劲了呢 你说这种差别是一般来说 不去想很难觉察当中这个有什么区别 但做出来之后 好像就很诡异 对吧 快严愁嘛 你作为普通人 其实就应该这样 什么事情不应该是 思前想后一番 然后呢 再要去暗中博弈 如果普通人的生活都是这样 那普通人活着是吧 也是这个太累了 对 脑特就是这样一个 当总统 也想当的很这个感性 当总统也想当的一个很直率的人 那么 但是呢 就是说 符合了大多数人的愿望 做出来就是另外一回事的 说美国这阵子 不 不说美国这阵子 全卫生指了 是 美国的第二波 甚至第三波疫情 因为美国白宫 现在忙着在那争 没有人去这个打理CDC 以至于美国的CDC 根本不能发挥正确的作用 导致美国的这个统计呢 现在也出现了严重的偏差 再加上美国私人医院比较多 也没办法把新冠肺炎的这个病人的这个数量 以及病毒的炎症程度进行汇总 那么 这一切加在一起 全都成了问问 不是美国政坛为什么还支持他 而是选票为什么支持他 我说了呀 像 老特这样的总统 他符合普通人 很多普通人的这种喜好 因为 对于传统的政治人物而言 普通人都不太喜欢 你比如说像克林顿 对吧 他搞美国经济搞得很厉害 但是 喜欢克林顿的人很少 对吧 不时 老不时 还会认真 包括这个后来的 是吧 这个奥巴马 因为普通人他不喜欢这样的总统 为啥 虚伪呀 啊 天天一本真正经 说的都是冠冕堂皇的官方语言 你这个人虚不虚啊 跟普通人离得太远 对吧 要不然的话 怎么老去吐槽呢 咱们放中国也是一样的 对于官方语言来说 尽管大家在这个平时的时候弹幕呢 这个还算好 还算理智 给我天火面子 那么实际上是吧 偶尔也能有谁有真情流露 你看看说那句话 是吧 那么突然间 来了老特这样啊 再加上新拉里的邮件文 使老特使也命也韵也 是吧 这个就是 上位了 那么在看的时候 哎呀 倒是快意N丑了 说克林顿挺受欢迎的吧 克林顿受这个 上层就是美国这个政要 美国善的欢迎 但对于美国民众来说 总统很少能被拥护 我长得像刘德华 天王说你在黑我呢 哎 不是他政令啊 你要知道 美国的政府机构啊 他首先受到这个国会和总统的这个 就是控制 那总统也是有他权利呢 所以克林顿的支持率算高的了吧 还好 就支持率高的话 这个 那选票的话 二选一是吧 碰到一个很不喜欢和一个比较不喜欢的 还是选那个比较不喜欢的 谢谢 谢谢 SuperTTN 哎 TTN兄 奏则收到了吧 怎么样 还没问呢 最近 昨天还说了呢 收到最多 奏则的水友呢 可以来反馈反馈 是吧 嗯 嗯 其实我有点像胡福 哎呀 能像这些名人不错了 啊 谢谢这个 小螃蟹找巨蟹 不过拜登完全没有总统性 是我也选老特 哈哈哈哈 不是董卓吗 行 像胡福也好 像董卓也罢 最起码都是在历史当中留下名字的人物 啊 尤其我这个 哎呀 不明一文的小人物啊 都算是抬举我了 行 嗯 我这个倒是很满足啊 嗯 嗯 嗯 真三国无双里的动作 真的像吗 回头的话我得看一看 虽然不能像个游戏来玩一玩 但是可以来云通关一下子 谢谢你胡子找到我带了 谢谢 嗯 像老坛酸菜里的那位 好 看来还能给老坛酸菜打打广告 也是不错 哎 谢谢风味水狂 谁说我已经好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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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好久啊 嗯 嗯 要带胡子 哎呀 你还要给我配道具吗 这个还算是剩下之了之了还算是给面子啊 要说是吧 现在能住高老庄 哎呀 那都是这个乡间别墅啊 这个 扑从成群的 活这个 摆明了是吧 亿万土豪的生活 哎 说拜登是王侄吗 我不知道说拜登是王侄什么意思 反正拜登嘛 这就算是胜选了 摆在拜登面前的 也有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怎么样来擦屁股 这才是关键 说初诗表算不算汉朝公文 必须算呀 而且初诗表呢 嗯 就是说 他的文风 有和汉朝时期 秦汉时期所兴盛的 这所流行的平文 啊 这个 如出一辙啊 嗯 哦 硝硝硝的干爹 是不是叫王侄 王允吧 谢谢这半005000 谢谢空山莫百 这就说拜登剩了 拜登剩了 这四年啊 真的是要他眼睛截律 啊 而且是这个 哎呀 需要他 奔波于各地之间 也勾拜登 是吧 这个 喝一会儿 出这表呢 它有平文的影子呀 对吧 这比如最经典的 亲贤臣远小人 此先汉所以兴隆也 亲小臣 亲小人远贤臣 此后汉所以兴隆也 这不是平文的样式吗 虽然说他不会像这个 就是说过情论里面 那么的读起来 这个对战空整 但是呢 说一句文采灿然 也不为过吧 不是我懂得太多了 一点点一点点 电脑门还没解决到过呗 最起码对于美国来说 毕竟不牵扯到 美国的这个核心的事物 毕竟也是和外国的一些 这个犯罪集团 这个纠缠不清的事情 你可以选择性的无视 你怀疑我投胎 没喝过孟婆汤 所以懂得多 哎呀 我要是真没喝过这孟婆汤 我肯定能想起来 我上辈子是谁 可是呢 我也经常去想 我上辈子到底是谁呢 想来想去 想来想去 也想不明白 这想把我脑子的东西 做成数据库 干什么 随时咨询嘛 本来祝国亮所生活的时代 就是汉朝啊 祝国亮从来没把自己 当做这个 南美朝的人物啊 或者是曹亿是一件人物啊 你们都知道啊 董太师 董哲一般来说 董的应该不会多 董卓应该要懂得多的话 董卓不可能在洛阳表现的那么low 谢谢A9200435吧 说刘备早期 刘备后来也是以富汉为名啊 至于说恢复汉市这件事情上 刘备从来没有改变过自己的这个初衷 那祝国亮在这个北伐的时候啊 那无次北伐 两出其山啊 也没有改变自己这个初衷 谢谢A352662039 只不过呢就是说后出事表可能不是周梁写的 还不是因为上辈子书读少了 这辈子我才这么啃 有道理 上辈子肯定是 你说的好好道理啊 董卓书读少了 翻了车了 所以这辈子好好读 那不是 董卓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他是足于公元这个就是192年 现在是公元2020年 合着我投胎 这不喝梦泼汤去投胎 投了1800多年啊 我这 这胎啊 投的有点久 别人不都是 前脚这个去世后脚投胎吧 聊斋我还是这个什么 看过的 有人说刘备成王 让孙权为难 孙权低了一等 刘备进汉中王的时候 孙权那个时候 刘备进汉中王是曹丕称帝吧 曹丕称帝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刘备称汉中王的时候应该是打败曹操吧 那么很快孙权就称吴王了嘛 因为曹丕称帝了呀 大魏无王嘛 谢谢黄省姐 天上一日是吧 这个地上一年 我估计在黄泉路上迷路了 得嘞 黄泉路上还迷路了 没喝到的下面都晃荡了一千年 行行行行 谢谢SKY10 刘备是贤进汉中王后来称的帝嘛 说就是没有正式用汉用了蜀士 是为什么呢 好像当时是汉中王学的刘邦啊 然后在刘备称帝以后 是用到汉朝的这个名字呀 你要这个国号啊 谢谢君君天下游 只不过说后来为了区分是叫蜀汉蜀汉 谢谢君君天下游 陪孟婆陪了一千多年 行 我那我是不是可以开着投偶店呢 我说这个 这个 陪孟婆陪了一千多年 学会了孟婆汤的这个配方啊 曾经有这个天王唱是吧 给他一杯忘情水 换他一夜不流泪 那我直接说 本店销售孟婆汤 喝了之后肯定是吧 不流泪 那我起不发了 是你觉得我服刑一千多年 好吗 问题是喝了之后大脑格式化了 好吧 你们真是啊 一个个啊 这都可以去写这个小说了 是吧 说刘备这个想成为刘邦 当时无国不服 吕猛都将杀冠宇 不不不 刘备刚拿下汉中之后 冠宇就急急了 前后相差不过几个月的时间 不存在服不服的问题 也就是说 无论刘备到底称不称那个汉中王 冠宇都死定了 原因是 谢谢落叶深蓝色 刘备和孙权早有约定在先 当刘备取得西川之后 就要把荆州所占的土地归还给东吴 关键刘备自己也承认是借 刘备说等我拿下汉中的 那么刘备拿下汉中之后 刘备还在赖账 那说句不好听的 刘备这个账是吧 这个真应该赖 没有这个荆州之地怎么突北风啊 但是赖账你得协调好 这个跟孙权真的关系是吧 可以把这个定期存款变成无期存款吗 可惜的是 关于也是性格比较直爽 直接告诉孙权 我这就赖账赖到底了 我不还了 这个孙权能忍吗 那当时诸葛亮在干嘛 在帮刘备打这个 在帮刘备去管理西川的 你要知道 刘备在汉中跟曹操决一刺雄的时候 那谁来管后勤呢 不就是诸葛亮了 对吧 由诸葛亮在成都统筹全局 由法政随刘备从军出征 听一中天老师说 争论在于一个人为借荆州 一个人为借将领 借荆州这件事呢 就是说从三国日来看的话 双方应该是有过协定的 这是刘备称王 也是违背组织 谈不上 因为汉高祖刘邦有一句话 是吧 所谓非刘不王 非公不侯 白马之盟 曾经跟汉州这些功臣们有个约定 非刘士 而无大公者 不能称王 而异性无大公者 不能称侯 那么当时曹操已经被刘备认定为乱臣贼子 对吧 曹操当时有个外号曹贼 那么当刘备在汉州 把曹操从汉州赶走 夺得整个汉州之后 那么也符合刘邦当年说 刘姓有大公者 那可以称王 谢谢岳族 说关羽在世时 没有几个人比他能打 怎么说呢 关羽当时是猛将 关羽张飞接万人敌 这也的的确确是那个时代 对这二人的称呼 但是呢 关羽绝对不是这个无敌般的存在 谢谢生活从偷窥开始 那么举个例子来说 曹操手下的大将曹仁 在守这个 应该是守相反吧 樊城的时候 你看看 关羽打樊城打得有多难 说关羽自己能打还是帅君能打 关羽是有这个将帅之才大 谢谢岳族群里送的负担 说曹仁差点都跑路了 可是曹仁守住了呀 被谁欠着了 曹仁觉得我可能刚不过 你不刚怎么能知道 那我刚刚看 刚刚看就刚刚看 结果还真刚住了 谢谢岳族 兄弟送了20个福袋 这不就是有趣的地方吗 拿实力说话 而且至于说关羽的战斗能力 也并没有在当时出现这种碾压的 这个就是效果 说你这话说的哪有人是无敌的呀 但是有白旗 有韩信 有魏清 有祸去病这样的变态呀 说曹仁 曹仁算是演艺里面被黑的武将 当然 曹仁那也是曹操仗下 受去一阵大将啊 皇帝被架空了吗 就说关羽能打 关羽能打 但是还没有实力能 还没到碾压的程度 你综合来看的话 曹仁在这块的话 因为在荆州被突袭之前 刘备取得西川之后 曹 关羽跟东吴已经起过一次冲突 那么中间也发生过 小规模的这个就是军事对峙 关羽也没有占得很大的便宜吧 对吧 那当时关羽对阵的是吕蒙 也没有怎么样的优势吗 谢谢林同花腰 说整个三国也没有出那个高度的将帅 是啊 你要说曹操的话 上线高下线低 要其命了 对就是一线猛将 但是没有到这个就是超一线的这个过程 谢谢林同花腰 但后面就有了呀 对吧 那么后面来说的话 当三国一结束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 不就有开始这种超一线的猛将吗 而且还不止一位 谢谢狮子飞 你说石乐算不算是能打的 后来的这个 王猛算不算是能打的 那再往后谢玄算不算是能打的 再往下 你像拓跋归慕容锤这些的 刘劳之这些的算不算是能打的 说白起寒信祸区病之类 是吧 日天日地日空气的 是啊 关键有他们注意在前 后面就整个是 比不过呀比不过 马龙的战 因为马龙的时期 已经没有太多仗可以打了 光打个鲜卑 那要是说马龙的话 那魏光又该怎么说呢 刘愉这都属于变态人物了 好 那么我们开始讲今天的青史 哎呀 对于太平天国政权而言 去打下整个江山 真的 就这个 就是差一步 说强队若容易出猛人 大家都差不多 可不就是不行 不是 对于 我多说两句啊 咱们再讲今天青史 可以稍微晚点 因为今天要补录大幻南北朝的前面的某一期 是 真正的猛人都是强对强对出来的 左龙堂肯定也算呀 谢谢你带的咖啡 谢谢温柔的霸道 真正的猛人不是说 强者去捏菜 然后通过捏菜呢 使这个战绩刷屏 就是说 如同你现在去玩这个撸啊撸 你一个王者段位的人去这个鱼塘里面炸鱼 你这种就不算了 关键是 真正的猛人是在绝对烈士的情况下 是跟人家王者打 然后呢 还能一穿三的那种 因为你拿白起来说 白起真正第一战成名的是什么 以缺之战呀 他对阵的是名将啊 当时对阵的同时是 两位名将 一个是报冤 一个是公孙喜 都属于韩国 魏国特别能打的 那时候的魏国的国力 还非常的强盛啊 然后呢 白起在兵力远远低于对方的时候 把对方给打垮了 打垮了也就算了 还来了个全街 因为鸭还是个人嘛 那么有人曾经估算过 白起一系列战争 这个就是下来消灭六国军队 小两百万 那么一少胜多 一仗一少胜多就算了 仗仗一少胜多 就是很多场战争都是一少胜多 关键你还打出来全歼 你这种就不讲理了 不讲道理了 你拿韩信来说 韩信的对手是项羽啊 而且项羽手下像龙居这样的 都是百战之师啊 那打了多长时间战了 多能打呀 结果让韩信是掉下来打 打不过 韩信当时这个 从汉中 从这个就是 啊 关键出来 哎呀 对吧 也一样一少胜多 围水之战的时候 打的是这个纵身穿插的歼灭战呢 关键对手也很变态 都被他给 鞠了 对吧 那那那那 而且项羽有彭城之战 彭城之战的话 八百骑兵快速突兀这个彭城 后面大队跟上 刘邦十万大军士溃不成军 刘邦的军事能力他不差呀 你不能说刘邦不能打呀 刘邦战绩也放在那的 项羽打刘邦是碾压 但是项羽对上韩信之后 说韩信打项羽的时候 以多打少吧 一开始的时候以少打多呀 谢谢暴走DJB 韩信一开始没有兵啊 说韩信打白琴 那不是关公战琴穷的问题 过去一说将比白寒 两个人都是什么 未尝一败呀 谢谢暴走DJB 那韩信的兵是越打越多 项羽的兵是越打越少 韩信说怪我咯 而且韩信能够在古代 通信极度发布不发达的情况下 他能够同时在一个很广泛的范围之内 来指挥大兵团作战 这压子就是韩信的微操的水平 可是要比白起强太多了 但是白起的这个正面攻防能力 又比韩信强太多了 这不就是变态吗 至于说未清获取病 那匈奴有多强患就这个不用说了吧 而且在这个汉武帝时期 匈奴也不差呀 已经把大肉汁给远逐到这个中亚地区了 那么当时这个匈奴的这个活动范围有多大 你可以看看地图 那么那对于未清获取病来说 都是极限作战了 尤其是在漠北决传的时候 这俩变态是吧 一个是这个扫荡到了一个穿过沙漠去直击匈奴王庭 一个是横扫狼藉绪山 一下子就打到了这个 哎呀 贝加尔湖 你说这这这这这这这还是人打的吗 你想现在机械化推进 从咱就算啊 起点 从陕西西安开始推 推到这个新疆地区 再从新疆打大回旋去 推到贝加尔湖再推回来 而且在没有后勤保障的情况下 你推一圈我看看呀 你想获取病当年这么打的时候 带着五万骑兵 在没有任何这个后勤保障的情况下 在没有卫星GPS的这个情况下 就敢兜这么大圈子 当时获取病只有二十来岁 二十岁刚刚出头 那是奄然嘛 就狼藉绪山啊 那不就都已经快到新 都已经到新疆了呀 然后都到贝加尔湖去了 再兜回来 你说这是个人啊 没后勤呀 有一点都没后勤呀 霍取病打仗就不要后勤呢 他打的是 他从河西草廊进军的 然后兜到那边去了 兜了个大圈子 然后再兜回长岸 那那那那 你得想想当时的获取病的出击方向啊 用我们现在人来看的话 在那个农耕文明时期 你是牲口啊 你这仗怎么打的 后来知道是吧 李广的悲剧 才懂得霍取病是皇帝靠山 不是李广自己仗打的不好啊 李广汉武帝不是没有重用他呀 在汉武帝刚开始使用这个骑兵队 凶动作战的时候 李广可是打了个全军覆没呀 那么当时魏清一万骑兵 李广一万骑兵 公孙敖一万骑兵 公孙敖一万骑兵 你看看 李广打了个是个渣呀 而且获取病第一次出去的时候 只有八百多剂呀 好了 就是 就是像获取病这种奔放的打法 放在现在来看 没有人敢这么干 不是你太吓人了 这种战法 获取病就是要么全军覆没 要么就得胜归来 老子不当敢拼命 老子敢忙 整支军队都敢忙起来 你请问哪一个统帅有这样的魄力 不是李广一开始你要去看整段这个汉武帝朝的历史的时候 你看看李广汉武帝没有不重用李广 但李广打得全军覆没了 你还怎么办呀 汉朝的军功这要求很严格呀 就是没有杀李广已经狠给李广面子了 你看李广他都不敢打穿插呀 说胡军的打法容错力太低 就没有容错力呀 李广就是硬碰硬不打穿插 哎呀 那你怪谁呀 那刘彻已经给李广机会了 那离那个 获取魏清就敢去打龙城 没有 你得从头看就是泉水叮咚 就是李广的这个作战经历 哎呀 就是在霍区病还没有出山的时候 打的真是不好 打了个全军覆没你说那怎么办 谢谢这个就是戴的KT 谢谢 谢谢 谢谢魏的健康不看你直播 李广本来能封结果没封 以后有机会再聊 咱们还是讲今天的太平天国 要不然的话 一会大汉南北朝补录就补录不完了 毕竟将军吧 还是要看战绩的 太平天国今天来讲 攻取南京 那么对于太平天国来说 打下南京城是太平天国历史当中最辉煌的一笔 那么当时整个清朝确确实实已经是无兵可派 无将敢打 对于曾国藩 对于曾国藩左中堂来说 曾国藩还没有去发展这个就是还没有去这个就是说招募这个相拥 左中堂呢还没有被启用 牛人都 牛人只是光感司令 发挥不了作用 而当时咸丰所用的都是一群蠢财 无能之卑 就是一个字 送 送 那么 就是 清朝的 清朝的 当时那些将领们送到了一种令人发指的阶段 就是太平天国能如此壮大 清朝至少贡献了 是吧 这个 百分之八十以上 那么当洪秀全 杨秀卿 在夺得武汉之后 他们是他们放弃了把武汉作为首都的这个打算 他们盯着了什么 沿江而下 直指那 南京 但是武汉的他作为九省这个就是九省通渠 别的不缺 别的都缺 就是不缺船 船啊得了万条 从众十余万 说清朝和平期间把兵当乞丐一样 能打就鬼了 说得好 武备废持 让我们来看一看当时清朝发生的情况 哎呀 这也是历史上最为尴尬的一段 就是说呢 当时太平军呢 得到这个就是夺成的这个速度啊 比那个清朝收到这个前线宪报的速度还要快 就比如说 咸丰皇帝刚收到这个武汉丢了以后 咸丰皇帝还想着怎么把武汉夺回来 殊不知九江已经丢了 当清廷刚刚刚开始得到九江丢失的消息之后 南京曾经被打了 你说 这么老多重镇 怎么 丢的这么快呢 送啊 不守啊 哎呀 当时的场面 简直辣眼睛 而且清廷这些官员呢 又是报喜不报忧 哎 先逃命再说 至于说后来被追究责任 想不了那么多了 来我们看看时间啊 来到1853年 1853年 看看啊 从当时太平天国 这个就是从武汉顺江而下 然后呢 到打下南京城 用了多久 大家先猜一猜 你觉得 当时太平天国现在从这个武汉城顺江而下 要过如此的重镇 最后到达南京 他应该用多久 然后呢 咸丰皇帝还要调各路的这个大军来进行围追堵截 并且要求向荣所部务必要截断太平军 半个月 两个月 一个多月 三天 三天 你现在就坐游轮的话 可能也就三天时间 我们来看看吧 这场面简直是辣眼睛 正月初二 1853年 2月9日 这是咸丰三年啊 太平军占领武汉后 德传近万不下十万众 逝日 放弃武汉 沿江东晋 天王洪秀泉 先行登州 东王 北王 翼王 天官 郑成相 秦日纲 殿前左翼指挥使 罗大纲 殿前右四指挥使 赖汉英等 统帅水军 然后呢 太平的精锐开始去这个往下 长江下游开始走了 那么 咸丰皇帝还不知道 本日夜 向荣督军入武昌 这就是个坑祸 咸丰让他追击太平天国的军队 这向荣呢 也带军追 但是他始终保持和太平军的距离 你让我追呢 我是奉胜命了 追不着就怪我咯 就是太平军走了 他才敢进城 然后费斯属湖北 巡抚洛炳章不正式 严胜基 巡抚武昌善后 这一说这消息呢 太平军走了 武昌城垮了 也都被抢光了 房子都烧得差不多了 你们来打扫一下 处理一下这个 哎呀 这整个的局面吧 你说摊上这样的 蠢货 要不怎么说呢 宁可碰见神一样的对手 不要碰见猪一样的队友 出了事以后一封信 来擦屁股吧 说这些坑国家的下场都怎么样 很多人家下场还不错 要不清朝怎么倒了呢 真正干活出力的死了 要么是能力逆天的 能建立功勋 像左中堂这样的 搞笑的事情开始了 1853年 从正月初二 一直到南京城打下 哎呀 这一幕啊 简直是让人看到 这个无语 2月9号 怎么来看时间 九天以后 正月十一 太平军前队敌九江江灭 悬抚张福 以先期逃往瑞昌 太平军不费 一兵一卒 近战九江 尽得其大炮火药军械 哎 然后呢 本日向荣和春秦定三 李锐 玉山等 自瑞昌敌九江关牌侠 拟后船渡江 东元安庆 暂留九江城外屯渣 根本就不敢跟太平军交战 然后这个时候 张亮基 又被临时指派 赴湖北淑总督任 去当湖北总督吧 左中堂就跟上了 江中原随行 这时候左中堂也是妈卖皮呀 明天我们来讲 当左中堂到了武汉的时候 左中堂也差点没哭晕在厕所 真是考验自己的内政能力 对啊 准备好个物资给敌军就跑 不费一兵一族把所有的这个武器装备弹药全留给对方 正月十七 看吧 2月24号 时间啊 2月18号 2月24号 到达安徽省城 安庆 那会还不是这个合肥呢 六天以后 看着啊 时间 快不快啊 九天以后打下九江 拿下九江 捡了九江 六天以后呢 到达安庆 然后太平军进攻安庆 总兵王鹏飞等三千手兵 一文炮声 既开北门远逃同城 不正使李本人 借护响为名 逃走书城 顽府蒋文庆自杀 太平军随即占领安庆 尽得库藏军械粮食 一个省的省会呀 三千手军听太平军一放炮 开开门就跑 不正使说 我要去保护梁祥 去书城了 巡抚 蒋文庆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太平军都 就来了 自杀吧 容易吧 从来没有这么容易的 这个攻坚 这个攻防战 减成实 当时太平天国 就顺成这个样子 为什么能骄傲 能膨胀 所有的城池 属于几乎快是减的了 你说你这 对吧 在干什么呢 三千手兵在两响充足的情况下 五倍充足的情况下 你守不住一座城了 省会丢了 那必须要派兵 这个就是 这个救援 当时呢 救援的军军指挥官 一个叫做陆建营的人 说沿江坊把兵撤回梁山 事事业办 丢下军队 人跑了 只身逃回南京 省城深明闻血 大起恐慌 纷纷迁徙出城 然后呢 江营将军降后请其再赴上游督战 他好 必居督属 三日不见同僚 这就是 咸丰皇帝所信任的忠臣 梁将 仗还没开打 统帅丢卸军队 跑了 跑回到南京城的官署当中 三日不见同僚 太平军当时是顺江而下 这个军情如火呀 这位倒学起鸵鸟来了 鸵鸟说实在的 也不会把脑袋钻到沙子里头 只是比喻 他可真干了这样的事情 能干得出来这样的活 那么要怎么说呢 摊上一个无能的官员呀 把老百姓就坑苦了呀 老百姓一看 这都这样了 只好是抛家舍业呀 丢下军队 跑回南京城 然后下面属下 劝他赶紧带人去督战 他可倒好 府衙门一关 三天不见同僚 咋了 太平军不会来是吧 这都是些什么玩意儿 所以我说呀 立志是头等大事 有人要黑清朝的话 其实我今天讲的这些 拿来黑最好的 东东就说清朝这不行 清朝那不行 诺尔哈是怎么样 别别别别 要黑黑这些 讲讲陆建营的故事 是吧 放弃整个兵营 主帅逃回南京城 然后呢 也不出来解决问题 躲在这个府衙里面 躲了三天 不问不问 大炮刚响 这个总兵 也就相当于一个 军区副司令员 开门就跑了 开开城门一跑 对方都看愣了 送了 要黑从这儿黑 3月10日到了2月初一 几天啊 到达南京城下了 从武汉到南京 把这些人列出来 拿来黑清朝最好了 从武汉到南京 用了几天啊 大家可以算一算 从武汉到南京 2月9号出发的 而且按照杨历算的话 2月只有28天呢 2月9号出发的 3月10号打到南京城 已经开始南京城攻防战了 本来白的说 黑的才黑的 是啊 就是说清朝的 不好得说到这个 是吧 天哪 一个月 他瞄的 那么老多政阵 那么老多军队 还有不少这个前来增援的部队 能让人家就就就就就就就大摇大摆的打到南京城下面 这清军都是一群什么玩意儿啊 这哪里叫什么 这就已经不是兵败如山倒了 这叫一处 不处击溃 都不是一处击溃 还没看到人呢 自己先跑了 然后太平军开始攻 南京通缉 洪武 朝阳 太平 神策诸门 哎呀 当天江南不正史 奇袖早 气的是吐血了 这么多城旅游也就这速度了吧 是啊 死云南京城为重 死前面欲张辱耕耘 什么 国安不尽力 兵不用命 富者吝财 贫者犀利 成虽大 不可保也 这就叫闻风丧 你说这句话说的实在吧 官不尽力 官员没一个靠谱的 兵不用命 没一个当兵的敢拼命的 有钱的人 舍不得花钱 穷人不舍不得出力 还守个毛线呀 成虽大 不可保也 这时候已经没有 八旗兵已经不能用了 垮了 坚固的城防有用吗 招募再多的士兵有用吗 一座城池再有钱 有用吗 一个城池再有老百姓有用吗 没有组织者 什么都白搭 这下能看得出来 左中堂有多厉害了吧 左中堂首个小城 长沙怎么能 当时的长沙怎么可能跟南京比呢 都能 哎呀 逼 回掉这个萧朝贵 逼退杨秀卿和这个就是 洪秀全 事大开 南京城也不扛打呀 初始日 也就是十天以后 九天以后要算的话 当天你算 太平军轰塌 南京一凤这个门 城墙两丈鱼 林凤阳都 林凤祥都军自缺口冲入 斩前任总督陆建营 就这位 你跑得快 我个屁用啊 说这时候如果清朝亡了 就要出大事了 清朝这个时候不能亡 那么原因咱们前面讲过 后面还会接着讲 对啊九天城破了 就这位 你说多讽刺 这哥们呢 如果说拼一把的话 可能还不会这个 就是死那么快 2月25号的时候 丢下军队跑回南京城 躲在官府里面 三天不见同僚 2月25日 到3月19日的时候 南京城被攻破 他这一跑 看似避过了太平军的锋芒啊 实际上是加速了自己的死亡啊 跑得越快 死得越快 跑有用吗 所以就叫 这种人呢 就是看似精明 实际上就是蠢到家的那种 蠢到极限的那种蠢才笨蛋 他要是带着兵能顶住 后面的军队能支援上来 太平军会退 他还不一定死 虽然说打仗的时候 阵亡的几率挺高 他毕竟是统帅嘛 他这一跑 军队散了 退到南京城 三日不见同僚 作为总督 你不见同僚 你怎么组织防御啊 难道在家里烧香 太平军不会打南京 太平军不会来南京 太平军打不下南京 有屁吗 援军能到援军能到 他祈祷这个 结果这一跑 就活了二十来天 这个聚宝水溪汉溪等门清军 闻北城破 纷纷逃散 李开芳都军入城 斩筹防局周明鹤 江南提督 福朱红鹅等 当夜破满城 内城只扛了一天 斩将军降后 副都统霍龙鹅 驻防骑兵 几乎全部被监 这不就是明朝的翻版吗 是不是很无语 战斗力 是吧 对 这类人这种类型的人 拖太多了 没事的时候耍威风 和平的时候呢 看的是这有本事 那有本事 一旦有事的时候呢 装鸵鸟 坑自己不说 还把别人都坑惨了 重真 咸丰 你还不如我 对呀 咸丰如果没他老婆 慈禧 哎呦 完蛋了 还好 咸丰在这个时候 知道重用左中堂 而不是重用林德 不是重用曾国藩 让曾国藩 放开手脚去湖南目兵 就在这一刻 曾国藩已经到达湖南 那么曾国藩开始是招兵买马 曾国藩就分析到一个问题 清军之所以溃败 如此之快 就像刚才那位不正所说的 当兵的 这个当官的这个就是 哎呀 惜命 当官的爱财 当兵的惜命 富者呢 就是抠门 穷者不出力 曾国藩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他采用是什么 靠这个中国传统的这种 家族观念 或者说中国传统的那种理念 去组织一支军队 先是同乡 然后呢 同家里面同族 门生 总之就是 以亲戚朋友为核心 然后利用庞大的社会关系网 来组建一支绝对可靠的军队 这样才能够跟太平军进行作战 否则一触击溃 他跟七级光也不太一样 当时七级光是前往这个就是 哎呀 义乌这个叫木兵 这些专业二奶 就是曾国藩的思路是对异的 首先你要对抗太平天国的话 你必须要有一支 不可能移出击溃的军队 也要招募一支 不可能被太平军策反的军队 这套东西二战日本也在用 怎么说曾国藩的思路完全对 但是曾国藩的将统帅制裁可是差远咯 不善战 碰到施达开 让施达开打的妈都快不认识了 气得自己都要跳河 所以怎么说呢 人呢 这个大局观要好 具体的能力也要强悍 像左中堂长的变态 实在是太少了 好 新来的事有 没点不关注 点不关注 觉得中文章不错的咱 小礼物 走上一波吧 我也歇会儿 怎么样 清朝听起来是吧 也过瘾吧 他不是没研究过军事 学的不精 跳了两次喝 都被拦住了 谢谢杨丁 谢谢 好 我去到卫生间 一会儿 拜拜 接下来 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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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谢谢 其实对于太平天国来说 白送到手上的江山他都不要 你想如果此时太平天国不膨胀 集中这个就是有生力量 说为什么咸丰皇帝在的时候 他老子还没死呢 谁说的 他父亲是道光啊 道光驾崩的时候传为一个咸丰啊 那么 如果这时候太平天国拿下南京城不膨胀 集中军 集中兵力呢 跟清朝的有生力量 来一次这个大规模的对决 在歼灭的清朝有生力量之后 就可挥师北上 然后 就没有能挡住的 不是 这个时候清朝是没有兵的 就就森格林县 森格林县少量的骑兵 怎么办 还得去装务军队 还要花很长很长的时间 训练军队还要很长很长时间 但是拿下南京城之后 太平天国就想 把这些小日子过好喽 这个时候 洪秀全心满意足了 杨秀卿也心满意足了 所以太平天国他评价不高嘛 明明就是说江山都白送的了 他都不要 要不怎么说呢 自古能成大事者呀 都有非常之志 否则啊 白送的江山呀 也都拿不到 因为你说那时候的清朝 已经没有可以任一支军队 能够阻挡太平天国了 有机会享乐了 先享受一番 对呀 滑江而至嘛 就这点出息 所以他会失败 关键是腐化的太快了 拿下南京城之后 哎呀 疯狂的掠夺财产 然后疯狂的娶老婆 这大概就是太平天国的悲哀吧 捧着 捧着 超级的弹吧 请不回便宜老婆 想得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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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好 好 历史总能给我们留下 无限的遐想和反思 人首先要过自己这一关 谢谢A5625731 其实当时放在太平厅 放在红兄权面前的问题 针对很多人来说都是同样的问题 比如说 你现在中彩票了 谢谢卡尔塞罗 中了多少钱呢 中了两个亿 然后说 这两个亿啊 你说得享受一波吧 不要靠他奋斗了 不要靠他奋斗了 说曾国藩为什么比左中藤不靠高 曾国藩功劳大呀 毕竟曾国藩是乡军统帅呀 左中藩要说的话 也只是曾国藩麾下的将领 哪有麾下将领比统帅 这个封号高的呢 那么毕竟 平定太平天国 曾国藩可是首要功臣 一般人是没办法的 说得对呀 游戏机器人竟然还这不来了吗 谁说没来呢 来了很多了 只是好像现在游戏机器人没有这个 以前那么多了 以前都是密集的刷屏 谢谢 半山闲人 谢谢 这左中藩不是比曾国藩厉害呀 我只说左中藩打仗比曾国藩厉害呀 可没有说在这个当时的成就来看的话 怎么可能能朝我做这个曾国藩呢 毕竟太平天国当时都已经快推翻整个清朝了 那么曾国藩设定下的相军平定了太平天国 那是定顶之功啊 你别管是吧 曾国藩不能打他手下能打 对吧 要说打仗的话 老左估计能打曾国藩十个 你毕竟也得根据当时的价值体系来看呀 也不能说打仗 曾国藩就是个弟弟 只是没老左能打 而且左中藩的这个战斗能力 是体现在收复新疆上面 但是你想 收复新疆和打下半壁江山 哪个意义重大呀 肯定是让整个江南恢复意义重大 但是你要说哪个难度高呢 肯定是收复新疆难度高 但论功行赏 什么是功啊 不能说是因为难度高 就是功 还得要看战略意义和实际价值嘛 像左龙堂这样的人 古往今来也没几个呀 特别能打的 谢谢AXSK去打灰击 谢谢 哇 今儿终于有开张了 说道王皇帝活了65岁 1850才死 对啊 没有问题啊 然后你要知道 当咸丰皇帝继位的时候 他在没有翻过这一年 他是没办法使用这个 就是新的地号的 就是使用咸丰这个地号的 还会用这个就是说道光这个地号 这没有问题啊 你要说咸丰皇帝怎么继位的时候 道光皇帝还没死 因为咸丰继位的时候是道光年前呀 这就跟 就比如说 雍正他只这个就是 活了是这个 只执政了这个13年吧 为什么在乾隆即位的时候 用的年号还是雍正13年 但并不意味着 这个先锋当上弘历以后 道光还没死 这个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道光应该是死在大正月了 说提议美誉进考试要固化阶层分流蓝领吗 不会呀 就是固化阶层这个东西呢 它从来都是一顾伪概念 因为你在除非就说什么东西能这个就是 就是说固化阶层的就是用血统或者用出身去锁定身份 就像在中国的这个下商周时代的时候 这个天子 然后这个诸侯 是大夫 说龙生龙凤生凤 老死孩子会打动 然后到了这个 秦汉时期到唐早期的时候 看出身 你这种是有阶层固化的 你出身就决定了一个人的这个成就了 但是你说现在阶层固化 只不过就是说 在中国过去三十年的时间里面 咱们把时间缩到1980年 请问1980年中国有有钱人吗 大家都一样 所以在大家都一样的时候 当中国开始去改革开放的时候 机会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均等的 那么这也是一个社会财富迅速增长 然后呢 增长的幅度会有天壤之别的时期 有的人一年能赚一百万一千万 甚至一个亿 有的人一年呢就能赚个 从这个一年赚几千块到几万块 到现在十万以内 那么量变引起质变 时间久了就会发生变化 那么到了今天这种格局之下 以后就只要 你知道说以后就有了 除非以后血统还能再度回归 就是龙生龙奉生后 就是通过你的姓氏 通过你的出身 就决定你的社会地位 那你可以到那个时候 可以说阶级固化 但我觉得今天的中国不具备上的基础 至于说普通人想成为一个有钱人 或者说普通人想拥有非常精神的财富 难度非常大是一定的 原因是在财富不断积累的过程当中 你要发力你要去迈入那一个很高的阶层 你需要去把你父亲的欠账补了 你需要去把你祖父的欠账补了 要让一代人去做三代人的事情 难度不可谓不高 原因是这些人的祖父父亲 是在从1980年到2020年 这四十年的时间里面 是快速的积累财富 那么想要去解决 做到这样的事 非常之人当成就非常之事 要么你在技术探索上有成就 然后靠专利迈入富豪阶层 要么你在这个管理上面有建树 对吧 像走龙堂一样变态 那谁也拦不住你发家致富 但是有一点要明确 普通人如果一下子跃迁到一个很高的阶层 这不违法了社会的常识吗 谢谢瘫狼三马 谢谢逗逗再发芽 有人说十年寒窗难道就比不过吗 你要知道人家都不是十年寒窗了 一代人都寒窗几十二三十年 那三代人加在一起 那那可可可是不一般呢 对吧 人家还有这个积蓄啊 谢谢余完粗面 谢谢LAUMGS 毕竟在今天的这个生活你想进入中产阶级 还不算难 但是想突破中产阶级进入富豪阶层 难度不是一般的大 对呀 你在寒窗人家也在努力呀 只不过呢是在一个很安逸的很舒适的环境下努力 普通人呢是夏天顶着这个高温 冬天顶着寒冷在读书 普通人富豪呢是夏天吹空调冬天有暖气在努力读书 说一个人十年寒窗就够了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问题 你想进入中产阶级 可能十年二十年寒窗应该差不多 就在今天中国的这种情况下 但是你要想突破这个 这个这个坎儿 就是说从中产阶级越过 那十年寒窗是远远不够 没有啊 我是普通阶层向中产阶级迈进的 学霸是不行的 因为学以致用啊 学是一方面应用是另外一方面 学的好 才是用的好的基础 但是一千个学的好的人里面 有一个能用的好的就不错了 谢谢冷暖谁知他 对啊 读书只是一个什么 基础 说学霸应用都不差的 说一个这个 简单的对吧 我敏感一点 说完了以后咱们来聊这个 我今天来补这个 就是说大换南北朝 给我几分钟时间 咱二十五开始 我说一个这个就是很现实的问题 你比如说成都大学那位书记 他是不是个学霸呢 那是 对吧 你看他履历 真的是学习能力真的很强 考试成绩很突出 但是你看看 金童 学校里面让他校长给逼的 但你要换说回来了 如果换个原始楷过去 请问 跪下来的人是谁 如果说 那位把学的东西能应用 能变成一个原始楷那样的人物 跪下来的是谁 谢谢人生风景秀丽 这就是差距 这种差距并不会体现在卷面上 也并不会体现在履历当中 要说又是朱温的话 也一样 对吧 就是双伤都很高 手段很这个 独辣 手段就是很有手腕的人 到哪里都很厉害呀 元大头过去还指不定谁逼谁呢 你想想当年 元大头宰朝鲜的时候 快把日本人玩炸了 对吧 日本一个智能团 从国家层面上跟元世凯周旋 被元世凯忽悠的是一愣一愣的 这就是差距 不在于实力的强与弱 而在于智慧的这个高与低 说搞学识的一般不研究这个 那你换句话说 这不是很悲哀的一件事吗 不学会怎么在这个就是生存 然后要当个憨憨 那怎么去解决具体问题了 没有啊 说到那个成功的事吗 这就是人 那直播间给大家讲的这些 是吧 其实就说了 对于一些非常规的问题 你只能用非常手段去解决 大数多数人是想要公平的游戏规则 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跟别人玩的压根都不是一个游戏 对啊 怎么做事 怎么去分析大局 怎么去猜透对方的心理 换句话说 对方的一举一动都在你的计算当中 你可以根据他的这种举动和他的这种行为 提前设服 这就很可怕了 那么你换句话说 咱们在讲小课堂的时候 是吧 王洪旭怎么告他老爸的黑状 那告状的水平不是一般的高啊 谢谢胖子三二兄弟送的办卡 他说呢 挪威新冠发现新变种了 这不是大力提倡群体免疫的国家吗 再看 换个张俊正之类的人过去 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活活的被玩死了 说动物铁锁横江 横又不能横整个长江 只能横一段有用吗 对吧 嘎里是怎么玩张伯行的 哎呀 谢谢DZ疯 那你已经废了 之前前四年直播都没好好看 那你现在可以好好看呢 怕不够的话可以来听小课堂吧 小课堂的录像那都是全权的 想要快点进 买上点茶 这个掌柜的就可以给你小课堂资格 来吧 5 4 3 2 1 上回书 咱们说到 当时东吴啊 孙昊是昏庸无能 活脱脱一个暴君 那对于西晋来说 就有吞并东吴 实现一统天下的机会 可是呢 当时呢 当时啊 甲冲啊 总是不愿意 哎 做这样一件事 为什么呢 因为从曹操时代开始 多番对东吴 啊 这个用兵 哎呀 每次都是煞雨而归啊 曹操 曹操吃笔之战败的那个惨 哎呦 再想想后来曹丕江陵之战 哎呦 再想想后来曹修去在陆逊手下啊 差点全军覆没 一想是往事不堪回首啊 但话又说回来了 那个时候东吴的君主是谁 那个时候东吴的将领又是谁 现在的东吴早就已经无辅当年之勇 可是呢 甲冲就是有心理障碍的 一旦朝堂上有人提出要对东吴用兵 甲冲第一个举起手来 我反对 仗着自己得到司马家的信任 哎 很多人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啊 大好机会就这样错过 那不就是老天送的江山不要 天都不容啊 这时候武库杜狱和明氏张华 两个人在撮合 想办法 怎么样让皇帝司马炎做出这个决定 张华想 打仗我虽然不懂 但怎么打仗 你杜狱懂 你杜狱只要拿出一个方案来 我肯定 能够想办法让陛下去同意这个方案 杜狱说这好吧呀 张兄你也瞧好吧 我现在就把大体风略给你拿过来 你看看 东吴长江水道漫长 说是有重兵防守防守 那么其实兵力就在有限的几个点 而且是一处一旦被攻破 其他的都没办法进行协同作战 我们与打一点就过去了 好 你给我个大体方略 明天我就进攻 这张华呢 想到了什么方式啊 让司马炎同意 不能直接去说 因为有甲冲在那处着呢 稍微一提 皇帝还没怎么想 先让甲冲给驳回了 今天呢 这事这么办 找司马炎下棋 当时啊 晋朝特别流行下围棋 而且呢 下棋也被称之为首坛 两个人呢 在下棋博弈的过程当中 去摸透对方的心思 这张华呀 是此中高手 他呢 就想通过下棋 给司马炎营造出一种 想赢 但又赢不了 差点决心 只要下了决心 马上就能赢 你说这套路啊 这一天啊 下了早朝 司张华说 陛下今天可有亚幸否 死亡言开心啊 是不是啊 陛下 臣斗胆 想跟陛下切磋一番 哎呀 张华呀 朕早就好想 早就想找你切磋了 都说你奇异好 哎 这择日不如壮日 今天没什么事 来证功力 咱们好好下上一番 哎 两人只起起摊子呀 你一个子 我一个子 你一个子 我一个子 哎 张华厉害 不但知道怎么下赢司马炎 还能 哎 知道司马炎怎么落子 他要的不是赢 专门让司马炎纠结 司马炎就是 我差一点就赢了 我差一点点 就拿下了 我差一点点 哎呀 我这气下的怎么这么糟心呢 张华看到这机会 到了 陛下 是否觉得此棋局如同朝局啊 嗯 此话何讲啊 陛下距离大统一之军 只有一步之遥啊 如今东吴是昏君当道 士气低迷 陛下只要在这里 落上一子 不就大获全胜了吗 哎 能下这里吗 啪一下 果然整个棋面是豁然开朗 司马炎是大杀四方 是张华是一溃再溃 张华输了棋 赢了心 赢了心 司马炎是赢了棋 也坚定了心里 对呀 每次一说打东吴的时候 就有人反对 这就是阻挠朕 落子的人 真意已决 但是张爱卿啊 这仗该怎么打呀 哦 陛下 武库杜狱 已经给朕方略了 陛下您请过目 张华二话不说 就把杜狱制定的方略 哎 拿给司马炎看 司马炎一看呢 哎呀 这方略真是说的啊 头头是道 关键是把东吴的兵力部署 将帅情况是写的一清二楚 也把几方的优势说的是明明白白 好 阵意已决 这就刻发兵攻打东吴 第二天一上朝啊 司马炎决定发兵攻打东吴 他也需要一个可靠的人 去带领这支大军 他想的是谁呢 甲冲 甲冲啊 还是那样 有心理障碍吗 总想着自己不如曹操 就算给曹操 曹操的兵 自己也拿不下东吴 他也不想想 对手也不是孙权呢 当时司马炎说 甲冲 朕有要重任 托付于你 臣将赴苍蹈火 在所不辞 朕命你统帅前进 刻日进兵 攻打东吴 甲冲当日一定 陛下 老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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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懂兵法 什么 你家世代从军 你负假亏 乃是难得一良将 平时你在镇宫中参赞军务的时候 也没听你说不懂兵法 老陈是说陈 老陈不写水战 胡说八道 当年 你父在京乡一带驻兵 对水战操略之法 朕可听你父说过 都传于你了 你再罗叔 这斩了 甲冲逼的没办法 不能乘草草 其实甲冲就是一个字 怂 他有人真是明白局势的 他也知道 这仗就是白瘦 杜玉都已经计划的是如此完备了 怎么可能会输呢 不但是飞龙起脸 而且是微操到位 当进军全线调动的消息传到江东之后 结果东吴的国主孙昊 还在犯一个错误 他总认为 也还就是老一套 学当年曹操 要么从荆州进兵 要么从合肥进兵 只要守住这两口 他能怎么样呢 那么当时东吴的孙昊 就在手下人的建议下 筑起了一道特殊的长江防线 所谓铁锁横江 什么叫铁锁横江 是在这江面之上 靠近东吴一面 准备上一些木筏 固定在江面上 然后呢 木筏和木筏之间 有铁锁相连 如果发现西晋的大军 开始过江的时候 然后用脚架 把这铁锁拉起来 那么铁锁就会凿船船底 这西晋的士兵就会落入水中 这不就守住了吗 需要千军万马吗 你真是个铁锁棍 要知道 你铁锁虽然能拦住大船 但是你拉动铁锁 这些设施可都是什么 木头做的呀 在这江面之上 你这些木头是漂浮在水上 人家给你点了呢 杜玉当时一看出 东吴摆着铁锁横江之际 杜玉当时哈哈打下 本来想着还费点功夫 跟你打斗一番 你想靠这些破烂玩意儿 来拦住我的大军呢 别逗了 来人放火 别客气了 都喻也是一样 用一些木筏装上萤火之物 然后让这些木筏顺流而下 等东吴把这铁锁拉起来的时候 这一面放火箭点燃木筏上萤火之物 这样全烧了 这一烧不要紧 铁锁没了这些木头的连接架 全都沉到江底 对面士兵一看 坏了 没人 快跑啊 杜玉呢 大手一挥 过江 树枝军队浩浩荡荡的渡过了长江 而长江这些守备的城池是一个一个的向西进途投降 而此时的建业城内已经是荒作一团了 完了完了完了 进军打过来了 孙昂说 天火橙江不好使 咱能重来吗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这时候 孙昂才发现 自己太看重长江天险了 那预知后事如何 我们下回再说 哎呀 刚才有时候问了 说他怎么又讲起这了 是这波路 这个 现在不是开始要放这个大话南北朝的录像了吗 结果这一期那天晚上啊 这 没录上 结果做录像的时候少一期 今天晚上补录一下 不好意思 那就 是吧 再听一遍 那这个跟上次肯定 这个语言上也有些出入 我都是急性发挥嘛 应该叫做老段子听出新的这个感觉来 谢谢孟露大鹅 那新来水友 没点不关注 点不关注 刚才呢 我也一边在讲大话南北朝 一边在看水友的弹幕 有时候说 普通人呀 哪用得着 都来都去呢 对呀 Just Seal 你说的很对呀 如果说 你不往上爬 不至于 对吧 最多跟同事之间起个小摩擦 最多也就是在 发奖金 发工资的问题上 有一些略微的争执 这都不是事 是吧 有道是退一步海过天空 不要去计算那 百八十块的得失的时候 人自然呢 悠然自得 但问题是 一旦你往前走的时候 毕竟啊 这是一个筛选的过程 一筛选的话 你就要争 对吧 既要表现突出 然后呢 又要争得过对手 你总不能说 明火直上的 来打一架吧 你当拳击比赛呀 那么争的话 哎呀 你又不能 争出火药味 争出火药味就出局 那你说这 这种争法没争过 那不就得学吗 谢谢三不八升级 要不怎么说呢 小课堂的内容呢 是给有需要的水友 是吧 这个准备的 今儿没有了 讲不动两段 嗓子扛不住 明天的话 昨天内容继续 咱们昨天 不是讲到了慕容宝了吗 明天 今天让慕容宝 多活一晚上 不是天赋 你得愿意去学 去 就是说 去把过去人的这些 思想学会 这是一种思路 而不是一种 就是说 方法 因为没有 同样的情况 让你再现一遍 只要说 学以致用 是要天赋的 这倒是 有的人呢 天生就悟得快 有的人呢 悟得就慢 这也没办法的事 慕容家的宝宝 又多活一天了 那怎么办呢 你有时候说 我不想争 但是你要明白一件事 如果说现实生活当中 真的把你逼到那一份上了 需要你去争的时候 怎么办 对吧 因为 人在江湖 身不由己 作为主播的我 也是 能 就是说 我也能感受到 对吧 在生活的这个压力之下 怎么能置身事外呢 我能选择方式是说 做别人 很少做的 或者是不做的 剑走偏锋 慕容宝给我办卡续命了 他是皇帝 办张卡像话了 他皇帝怎么来说 不得来刷上一千个超火呀 对吧 再怎么说的话 他也是统帅数十万大军的皇帝呀 你说他换算成今天的话 家里不趁个 这个个人资产 估计都得千二八百亿的 你说他 他这个 不给我这个 来点这个 超火 肯定不合适 好 咱们开玩笑 今天就到这吧 明天的话 我们还是商业改变临时 青史咸丰朝 大患男美朝 明天要讲讲曾国藩 要讲讲这个左龙堂 可能还会讲到 讲讲明智为心 慕容天皇的出身 对 生活不一定 不能让你下跪 但一定可以让你低头 精辟呀 对呀 那要不怎么说呢 当年的唐公虎不就是吗 逍遥的时候呢 是秦齐书画 到晚年的时候柴米油原 秦齐书画 十九花 然后后来是柴米油原 酱醋茶 好了 大家拜拜 明天见 拜拜了 说晚年为啥惨呢 没有混出公民啊 没钱呢 那时候唐伯虎的画 和唐伯虎的字又不值钱 你说现在的话 一幅画卖个几百万 唐伯虎说 我分分钟 这个成为 这个世界收入最高的人 那不行啊 好了 大家拜拜 好了 大家拜拜